亚尔利塔回答道,如果海徒没错,应该就在我们现在所处位置的西南方向,大概航行一个小时,就到了。 这么近? 看来,克洛船长与黑猫海贼团一直没有相距太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那就去西罗布村看看。 戴维,琼斯点点头,处须全驱着盘缠在他的肩膀上。 啪哒,克洛缓缓地将话筒放下,将电话虫放在了桌上,脸色阴沉的,就像是探笔画上去的一样。 直嘎,这时,房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男仆服装的男人走了进来。 克拉巴特尔先生。 男仆留着绵羊头套发型,手臂上搭着一条白毛巾,笑眯眯地走了进来,科亚小姐已经午睡了。 她是这栋豪宅的男仆梅丽,在这里工作很多年了,是看着科亚小姐长大,又看着科亚小姐的父母病逝地,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 梅丽将毛巾洗干净,晾在架子上。 因为一直没有听到克拉巴特尔的回复,她感到有些疑惑地转过身,发觉克拉巴特尔一直站在窗前,背对着她。 克拉巴特尔先生。 梅丽又喊了一声,今天的克拉巴特尔管家有点奇怪。 被称呼为克拉巴特尔先生的克洛,用手掌拖了拖眼镜片,然后才转过身来。 这时她的脸上只有温和如春风的微笑。 她温柔的微笑,绅士的举动,赢得了西罗布村几乎所有人的喜爱。 梅丽先生。 克洛露出带有歉意的表情。 不好意思,我刚才在想一些事情,没有听见您的声音。 没关系,梅丽摆了摆手,是有什么烦恼吗? 有烦恼,不妨和我说说看,也许会有什么别的解决方式。 克洛装作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其实,我是在担心可亚小姐。 怎么了?听到是关于可亚小姐的,梅丽立刻就紧张起来。 您知道的,克洛双手背到身后,可亚小姐的双亲于两年前病逝,她相当悲痛,再加上体弱多病,常年躺在病床上,几乎没怎么离开宅地。 的确是这样。梅丽担忧地点头,也正是因为可亚小姐很少接触外界,因此,她太容易被外人说的话蒙骗了。 她对外界的认知,很多都是来源于谎言。 您是指那位乌索普? 梅丽记得那个年轻人,长长的鼻子,经常爬到可亚小姐房间窗外的大树上,给她讲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 只是一些故事罢了。 梅丽摇摇头,可亚小姐是知道她说的大多数都是哄她而编出来的,您无需这么担忧。 也许的确是我想太多了。 克洛从善如流,然后谦卑地朝梅丽鞠躬。 那么,我先去工作了。 梅丽先生,有事您尽管来找我。 梅丽连忙回了一个鞠躬,然后望着克拉巴特尔管家的身影离去,心中还是种下了一律的种子。 今天的克拉巴特尔先生和平常似乎有些不一样,可是要说出到底哪里不一样,梅丽又说不出来。 克洛作为管家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主要都是以可亚小姐为中心的。 可亚小姐午睡醒后,有女仆去将她唤醒。 而克洛则亲自送来医生开的药物,哄克亚小姐吃下,就像她之前照顾克亚小姐病中的父母一样。 事实上,她并不清楚可亚父母的死到底和自己有没有关系。 是的,她不知道。 如果外人问起,她当然会说与自己无关。 可是,她门心自问时,却得不到确切的答案。 这是因为三年来,她都在扮演一个与她本性几乎完全相辈的克拉巴特尔管家, 要给西罗布村所有人一副假象,当她继承财产时才会更合理。 她内心深处渴望杀戮与鲜血,可是同时又追求平稳祥和的退休生活。 明面上要扮演和蔼可亲的克拉巴特尔管家, 暗地里却又要时不时与黑猫海贼团联络,商讨接下去的计划。 克洛很清楚那群海贼,如果不持续与他们联络,威逼利诱他们, 他们很快就会舍弃自己这个原船长去别的海域做海贼勾当。 她潜意识里,不得不把克洛与克拉巴特尔完全分成了两个人, 她以不同人格做出的事情,就分门别类地分给不同的人, 绝不会将之混淆。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她患上了轻微的精神分裂。 如此一来,克洛有时候甚至不清楚, 有一些事情到底是自己做的,还是自己产生的幻想。 她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 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这三年时光的。 而她甘愿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实现心中的完美洗白计划, 从一届海贼,摇身一变成为继承遗产的大富豪。 可是,今天与赞高的电话虫的联络, 让克洛知道,她原本的计划出现了披露。 黑猫海贼团很可能出事了。 三年了,偏偏在最后一刻出事, 克洛恨不得亲手杀光这群蠢货。 更重要的是,她的身份已经暴露, 那么电话那头的人,她就必须解决掉。 只是,怎么解决,与什么时候解决, 是关键性的问题。 很快,克洛就想到了答案。 计划完全可以继续进行, 只不过那群人替代了黑猫海贼团的位置, 他们两者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只要手脚干净,一切都会结束, 她就能迎来她的安稳生活。 晚上,克洛哄克亚入睡后, 剩下的事情交给梅丽, 那么她今天的管家工作就到此为止了。 她躺在床上,养精蓄锐起来。 凌晨一点半,克洛苏醒了, 她睁开双眼,坐起身来, 拿起床头柜上的眼镜,戴了上去。 她从床底下, 托出一个长条形的手提包, 拉开拉链,往里面看了看, 然后才拉回拉链,提起手提包。 克洛站在自己的房门前, 屏息听了一阵。 确认外面走廊没有任何人之后, 这才拉开房门,又将房门锁好, 独自一人走在漆黑的长廊上。 月色皎洁,拨拽着她的影子。 很快,克洛离开了这栋豪宅, 又避开了西罗布村的大路, 找了一条偏僻小路, 像是一个鬼魂般飘荡向小岛的西边。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尽管她已经这么小心翼翼了, 她的踪迹,还是被人发觉了。 乌索普坐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 调整着头套,又揉了揉眼睛, 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真的是克拉巴特尔那家伙, 乌索普摸了摸长鼻子, 困惑起来,现在这个时间点, 她不睡觉,要到哪里去? 乌索普出现在这里, 只是一个巧合, 是为了给克拉巴特尔各种恐怖冒险故事, 而半夜出来寻找灵感。 她摸到树上, 因为黑暗中一些细碎的声音, 而自己吓自己,脑袋相当清醒, 所以她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乌索普摸了摸下巴,露出笑容, 跟上去看看吧, 说不定克拉巴特尔是跟哪个情人优惠, 白天我就把这件事告诉可雅, 让她知道,克拉巴特尔也不是什么圣人。 嘿嘿, 她从大树上爬了下来, 静悄悄地跟了上去, 因为隔得很远, 克洛并没有察觉到有跟踪者, 到了西边的海滩上, 她更是把注意力都放在海面上。 克洛坐在石块上, 将手提包丢到一边, 安静地等待着。 躲在附近小树林中观望的乌索普, 看着这幅场景, 她的直觉让她觉得似乎有些不对劲, 这根本不像是与情人优惠的场面。 那么, 克拉巴特尔在等什么人? 不久后, 海上泛起了茫茫白雾, 空气也变得沉重压抑起来。 克洛习惯性地用手掌脱了脱眼镜, 就看到一艘通体漆黑的船破开海雾, 缓缓地靠岸。 他下意识地皱起眉头, 对方这种阵仗, 和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克洛最不喜欢的, 就是超出预料的事情, 而躲在树后的乌索普更是吓得魂飞魄散, 因为这幅画面和他看的那些鬼怪故事太像了。 一个男人, 半夜登上在海雾中驶来的船, 然后彻底消失, 还有比这更恐怖的故事吗? 乌索普双腿发软地跪倒在地, 死死地捂住嘴巴, 生怕自己发出一丁点声音, 然后被鬼魂拖走。 片刻后, 一块巨大的跳板从黑船上伸出, 搭在了岸边。 紧接着, 一颗人头在海雾中飘出, 飞了下来。 看到一颗人头飞在空中, 就算是克洛, 也不由得后背发凉。 更不用说乌索普, 他差一点就尖叫出声了。 克洛双眼微微眯起, 当他看清楚那颗人头上标志性的红鼻子与小丑装后, 经常看通缉令的他, 立刻就认出了这人的身份。 被通缉的海贼, 小丑, 四分五裂果实能力者巴基, 他怎么会在这里? 巴基在空中飞了一阵, 将底下的海滩都看了一圈, 然后才朝着后面大喊道, 船长, 只有他一个人。 船长? 克洛心中惊愕, 他记得, 巴基有自己的海贼团, 是什么人让巴基甘愿成为下属? 随后, 从跳板上走下来一个, 带着白色宽边帽的黑发红唇女人, 手持一根大铁棒。 这个女人, 克洛就不认得了, 通缉令里没有这个女人的画像。 最后, 是一个带着三脚帽的怪人, 慢慢地走下了跳板。 那随之而来的压倒性气势, 克洛很确定, 这位就是巴基口中的船长。 章鱼于人脑袋, 触手, 蟹钱, 这些特征, 令克洛很快想起最近才看到的一张通缉令。 那是最近才更新过一次的通缉令, 被悬赏的人名为戴维, 琼斯, 犯下如下罪行, 杀死海军支部上校门卡, 摧毁三艘海军军舰, 重伤不计其数的海军士兵, 招揽同为通缉海贼的亚尔利塔, 对橘子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海军根据上述罪行, 以及未来可能造成的危害, 小丑之类的名号。 如果不是今天上午, 海上黑市被摧毁的消息还没传播出去, 戴维, 琼斯的悬赏金还能更高。 克洛对戴维, 琼斯还是格外关注的, 毕竟他是杀死门卡的人, 而门卡是克洛假死的关键角色。 这么一来, 一切就说得通了。 克洛明白, 戴维, 琼斯是从哪里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了, 肯定是结合了门卡与黑猫海贼团的一些言语, 推断出来的。 而这位深海阎王旗下招揽了铁棒, 小丑二人, 所求甚大呀。 只是, 那位铁棒去了哪里, 怎么没看到他现身? 难道在守船吗? 克洛注意到了那位黑发美人提着的大铁棒, 不过下意识地忽略了这个特征, 因为他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有人吃了恶魔果实, 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一阵对视的沉默后, 戴维, 琼斯, 克洛从石块上站起身, 直呼其名,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戴维, 琼斯微微惊讶, 没有预料到克洛一眼就认出了自己。 也许是和最近的通缉令有关吧。 克洛颇为绅士地伸出手。 戴维, 琼斯顿了一下, 然后伸出了触手, 与他握了握。 克洛咽了一口唾沫, 强忍着才没有拿出怀里的丝巾去擦拭手中的滑你粘液。 可是生理上的不适还是令他额头青筋抱起。 既然你们能得到那个电话虫。 克洛不动声色地将双手放到身后, 然后疯狂地将粘液擦在西裤上, 就代表黑猫海贼团已经被摧毁了, 对吧? 飘在空中的巴基头颅笑道, 是又怎么样? 克洛用阴冷的眼神瞥了巴基一眼。 巴基有些害怕地往后缩, 但是一想到戴维, 琼斯船长就在身边, 没什么好怕的, 于是又朝着克洛更近了一些。 说实话, 克洛听到他们承认黑猫海贼团已经被摧毁, 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 这么一来, 世界上知道他真身的人就只剩下眼前的这群人了, 一切都还在可控范围内。 海贼出海, 能图什么? 不还是财富与权力吗? 只要抓住了这点, 就等于抓住大多数海贼的命门。 克洛相信自己能控制住局势, 他沉音半上, 说道, 我们做个交易吧。 交易? 戴维, 琼斯正点着烟斗里的烟草, 没想到竟然会有人主动和自己做交易, 好奇地问道, 你说说看, 在这个西罗布村里住着一户富豪, 如今那大笔财产, 全都在一个千金大小姐名下, 只要计划合理, 我们就能安稳地得到这笔财产。 继续, 戴维, 琼斯听到大笔财产后那副泰然自若的神情, 令克洛深感不安, 反倒是他身边的黑发美人与巴基头颅都露出了贪婪神色, 这才是海贼应该有的反应。 但是, 克洛还是继续说了下去, 我们可以相互配合, 你们以黑毛海贼团的名义, 进攻西罗布村, 血洗与抢掠, 你们一笔钱, 因为突然变卖家产, 会引起怀疑。 剩余的钱财, 我会不断地送到你们那里, 甚至于, 我可以成为你们海贼团背后的出资人。 你们的食物, 水, 武器, 都可以由我来供应。 我负责民面上的金钱运营, 你们则清理掉那些挡在我们面前的人。 相互合作, 很快, 这一片海域都会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 克洛将自己的计划合盘拖出。 当然了, 计划进行到最后, 是否发生什么变化, 比如杀人灭口之类的, 就要看他当时的心情了。 这样的计划, 令亚尔利塔与巴基都相当动心, 他们毕竟是海贼, 不过他们都默契地没有表态, 而是悄悄地看向戴维, 琼斯船长, 想要知道船长的态度。 戴维, 琼斯吞云土雾一阵, 问道, 克洛, 是吧? 克洛不喜欢别人喊他真名, 皱了皱眉头, 还是忍了下来, 您觉得怎么样? 你为什么不索性追求那位大小姐? 戴维, 琼斯指出了另一条路, 以丈夫的身份, 直接就可以获得财产了吧, 你甚至不需要我们的协助。 克洛沉默了下来, 戴维琼斯也不着急, 抽着烟斗, 等候克洛的回复。 呵呵, 呵呵呵呵。 过了一会儿, 克洛发出了笑声。 这是他三年以来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声, 其中的冷漠, 听得亚尔利塔与巴基基皮疙瘩都起来了。 您误会了克洛用手掌扶了扶眼镜, 又低下头去, 阴影彻底笼罩了他那张脸。 可亚小姐的钱很重要, 可是, 我内心的平静, 更重要。 我必须要按照计划那样获得财富, 这是我三年以来的夙愿。 每天晚上, 我都在想着这一幕, 一遍又一遍地想着细节, 去回味, 好像它真的已经发生了一样。 要我成为可亚小姐的丈夫, 那种事情, 根本做不到。 要我继续卑躬屈膝地照顾那个乳秀未干的少女, 要我继续将现在这副面具戴下去, 我做不到。 计划必须要实行三年来, 我默默忍受着一切, 就是为了看到他得知真相时, 那副表情。 这令我欲罢不能。 计划必须要这样实行下去。 戴维琼斯明白了, 眼前的克洛, 是那种较为少见的完美主义者, 强迫症患者。 并不是克洛原本的计划有多完美, 而是克洛需要所有人都像妻子一样, 但是, 我拒绝和你玩这种国家家的游戏。 克洛紧皱起眉头, 抿着嘴唇。 现场气氛僵硬下来, 就在亚尔丽塔与巴基以为他会抱起伤人时, 却发觉他竟然转过身, 叹了一口气, 慢慢地走了。 怎么回事? 就这么走了。 克洛走到了石块旁边, 取出手提包, 拉开拉链, 取出了里面的特制手套与长刀。 他将长刀一个接一个地安在手套上, 然后戴上了手套, 这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流了力爪的黑猫一样。 我就知道。 克洛用手掌脱了脱眼镜, 这样的手势令他的力爪不会割伤脸庞。 我就知道跟你们这种海贼, 谈论交易毫无意义, 你们根本不明白, 长久的计划与等待, 最后获得的快感才是最甘甜的。 他身上杀意涌现躲在树后的乌索谱, 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听到这么可怕的对话, 甚至于, 他认为自己现在就是在做梦, 还狠狠地掐了自己大腿几下。 疼痛敢告诉他, 这是真实的。 不行, 我得赶快告诉可亚, 还有村里的大家, 必须告诉他们, 这个克拉巴特尔管家, 其实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 他静悄悄地从树后退下, 远离一段距离后, 才撒足狂奔。 可是, 当乌索谱跑到西罗布村的大道上, 被月光照耀着的时候, 他清醒过来。 村民会相信我吗? 更关键的是, 可亚会相信我吗? 因为父亲是海贼, 母亲病重时, 乌索谱就经常假装海贼来了, 在村子里大喊大叫, 只为了给母亲一点希望。 但是, 直到母亲病逝, 他都没能再见父亲一面。 不过, 乌索谱并没有对父亲产生怨恨, 反而保留了这个习惯,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在村里喊叫着海贼来了, 以至于到现在, 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了。 真的印证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 乌索谱的心沉了下去, 他没想到真的会遇到这种事情, 更没想到自己从前所作所为, 很可能会影响到可亚与村民们, 是否及时逃离。 该怎么办? 啪! 他猛地用双手拍大了脸颊一下, 瞬间两边都红彤彤起来。 不管可亚和大家会不会相信我, 我都要尽全力去说服他们离开。 自言自语后, 他坚定地走向西罗布村的方向。 西罗布村西边的海滩上, 带上利爪的克罗, 在月黑风高之下简直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杀意浓重的令亚尔利塔, 巴基汗毛倒数。 他不断地变换着步伐节奏, 像是在跳着踢踏舞一样。 很快, 他整个身躯都出现了幻影。 戴维琼斯颇感兴趣地盯着看, 将烟斗收了起来。 克罗用手掌脱了脱眼镜, 心中私存。 眼前有三个人, 船上不知道还有多少人, 从巴基来推断, 这群人的实力不会弱到哪里去, 用无声部就太拖大了, 必须用少死。 一次性地解决掉他们。 少死是无声部的进阶, 能让克罗的速度快到极点。 只是这种步伐也有缺点, 那就是连克罗, 自己都不清楚自己会顺移到什么地方, 又会用力找攻击到什么东西。 换句话说, 这是急速的, 不可控的无差别攻击。 不过, 放在如今这种状况, 少死倒是正好合适。 毕竟除了克罗自己外, 其余的人都是敌人。 他微微弯下腰, 像是钟摆一样, 一下又一下地摆动着身体。 咻, 下一刻, 克罗就在眼前消失了。 亚尔利塔, 巴基都吃了一惊, 他们左右观望, 完全看不到克罗的身影, 经不住冷汗直流。 咔嚓, 莫名其妙地, 原本克罗坐着的那块大石头被砍为两半。 刷, 沙滩上出现数条长长的划痕。 亚尔利塔, 巴基都惊恶不已, 直到看到戴维琼斯船长走上前去。 船长? 亚尔利塔惊疑不定地喊了一声。 戴维琼斯没有回应他, 他的灰蓝双眼, 正锁定着那快到连残影都看不到的克罗的身躯。 原来, 在克罗展露无声不技巧时, 富有战斗经验的戴维琼斯就猜到, 这会是某种高速移动的步法, 因此提前用双眼锁定了克罗。 在视角锁定的加持下, 只要克罗没有在一瞬间从他视野中丢失, 他就能一直锁定克罗的移动, 确切地看到克罗的身躯。 戴维琼斯站在了足以看到克罗大范围, 毫无规律地高速移动的位置, 并且这个位置又恰巧在克罗的攻击范围最远端。 他很确信, 以克罗这种本人都无法掌控的步法, 迟早会攻击到自己身上。 咻。 果然, 戴维琼斯看见了, 克罗猛地朝着自己击齿而来, 双眼几乎没有焦距, 只是无意识地朝着他的脸挥下立爪。 就是这个时间点。 戴维琼斯的触手拔出手呛。 砰。 呛反。 克罗的身姿被子弹击中, 陡然停顿下来, 脑袋也晕乎乎地, 浑身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僵直之中。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戴维琼斯的蟹钳尖尖端就捅入了他的左胸。 扑吃。 鲜血四溢。 戴维琼斯将蟹钳抽回, 将沾染的血液甩到沙池中。 克罗用手掌捂住流血的伤口, 缓缓地, 单膝跪了下来, 低下头, 双瞳微缩。 他竟然能看得到我的动作。 如果说, 他看穿了我的勺死, 我还能接受, 可是, 他还有办法让我的勺死停下来。 更让他不明白的是, 在刚才那可怕的硬质过程中, 戴维琼斯完全可以捅穿他的心脏, 或者割掉他的喉咙。 可是, 这个怪人没有这么做, 只是捅伤了他的左胸, 并没有深入, 否则他应当是当场毕命才对。 这又是为什么? 克罗慢慢地抬起头来, 拎着戴维琼斯那张处须如动的脸看着。 克罗,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戴维琼斯伸出右手, 触手缠绕在克罗的脖子上, 你怕死吗? 我怕死吗? 这是什么问题? 按照世人的看法来说, 海贼这种穷凶极恶之徒, 一定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 但是, 克罗并不是这样, 如果他不怕死, 就不会花费三年时间, 试图洗白自己, 准备在一个村子里度过下半生了。 当然了, 以他的习性, 即便洗白计划成功了, 也会在某个节点, 忍不住狩猎那群村民就是了。 克罗的沉默已经回答了一切。 我可以与你定立一个契约, 或者如你所说的交易。 戴维琼斯慢悠悠地说着, 只要你愿意为我服务一年时间, 我可以满足你对诡计、杀戮的天性。 同时, 也为你提供一定的庇护, 怎么样? 一年时间, 克罗的双眼逐渐灰暗下去, 肩膀还在流血不止。 摆在他眼前, 有两个选择。 要么直接伸出利爪反抗, 最后死在戴维琼斯那些古怪的能力之下, 要么就选择答应戴维琼斯的契约。 无论哪一样, 他三年来, 在西罗布村苦心经营的洗白计划都已经彻底破产。 他也必须接受这份失败带来的耻辱感。 有一瞬间, 心灰意冷的克罗, 想要就这么硬碰硬, 死在戴维琼斯手下也不错。 可是, 最后, 他还是默默地垂下了利爪, 插在了沙池之上, 把头低下, 表示了沉浮。 隐忍。 只要我继续忍下去, 一定能找到戴维琼斯的破绽, 一雪前耻。 克罗眼底的凶光一闪而过, 戴维琼斯却把这微妙的杀气也感应到了, 不过他倒是没有立刻痛下杀手。 说句不好听的, 加上前世, 登上他的船的船员, 哪一个一开始不是仇恨与畏惧着他, 哪一个不是在背地里密谋背叛他, 想要夺回自由之身。 可是呢? 有几个成功了的, 又有几个最后有好下场。 真正可惜的是, 今晚收割的恐惧情绪评价为惊慌失措, 戴维琼斯还是第一次得到这个评价。 这也让他与恐怖幽灵号没能得到显著的强化。 没办法, 毕竟周边只有克罗、亚尔利塔、巴基, 以及不久之前跑到的那个长鼻子少年, 可以收割恐惧情绪。 这就是戴维琼斯今天的收获了。 半个小时后, 乌索普好说歹说, 终于将梅里以及一批村民从睡梦中叫醒, 将他们带来了海滩边。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我这次真的没有撒谎。 乌索普一马当先, 手里拿着弹弓, 信誓旦旦。 而拿着草叉, 锄头的村民们却大多都不相信。 乌索普, 这是我们陪你胡闹的最后一次了, 你还敢撒谎, 我们就把你赶出村子。 克拉巴特尔管家那么好的人, 怎么可能会是坏人? 乌索普你又在胡说八道了。 还想去打扰科亚小姐, 幸好梅里先生拦住了你。 不过, 梅里去敲了克拉巴特尔管家的房门, 久久没有人回应, 也侧面证实了她的确在深更半夜出门了, 原因不明。 这也是村民们愿意跟乌索普过来的主要原因。 这件事, 放在平时一丝不苟的克拉巴特尔管家身上, 的确蹊跷。 只是, 当众人来到海滩边时, 却只看到空荡荡的一片。 没有海物, 没有黑船, 更没有克拉巴特尔管家与什么代为穷斯。 乌索普目瞪口呆地盯着这里, 左骨右盼, 什么都没有看见。 怎么可能? 我明明在这里看到他们的。 村民们都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 怨气本来就大。 再看到这场景, 又像是乌索普在撒谎骗人时, 不由得都发怒起来。 乌索普, 看我不打死你。 克拉巴特尔管家估计就是半夜睡不着, 出来散心而已。 你右边造这种谎言, 真是混账。 我忍不了了, 这次一定要把这小子揍一顿。 村民们一拥而上, 围住了乌索普, 倒是没有人再提要把乌索普赶出村子的事情。 等一下, 这时, 梅丽出生了。 众人都看向这位男仆, 只见男仆指着沙地上一滩烟红的痕迹, 似乎是血迹。 乌索普, 也许没有撒谎。 梅丽皱了皱眉头, 不管怎样, 我们先回村子, 召集更多人, 把整个小岛搜寻一番。 还有, 我现在得回宅地一趟, 保证可雅小姐的安全。 村民们看着那摊血迹, 又看了看双手抱头, 蹲在地上准备挨打的乌索普。 谁都不是傻子, 面面相去之下, 就知道今晚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 于是, 众人把乌索普拉起, 然后照着梅丽的话去做了。 可惜, 即便到了日上三竿, 他们也没能发觉除了血迹以外的蛛丝马迹。 克拉巴特尔管家也就此彻底消失, 养无音讯。 这件古怪无比的事情, 后来, 逐渐变成了这里的父母哄骗小孩睡觉的故事。 如果晚上不好好睡觉, 就会像克拉巴特尔管家那样, 被鬼魂抓走, 不知所踪。 伟大航路后半段, 新世界, 世界经济新闻报社总部, 一只带着高高礼貌的鸟, 背着双翼, 在大看板前来回踱步。 就没有什么大新闻吗? 最近的世界, 怎么这么和平? 四皇那边都在做什么? 还有那群七五海, 为什么一个个都安静下来了? 这只鸟, 就是世界经济新闻报社的社长摩根斯。 摩根斯是动物系, 恶魔果实, 鸟鸟, 果实, 性天翁形态能力者, 大多数时候都是以这副姿态见人, 真身极少人见到过。 他旗下的报社职员们都静若寒蝉, 只能低头翻着资料。 摩根斯看着报纸销量下滑, 痛不欲生, 眼睛转了转之后, 当即做了一个决定。 伟大航路上没有大新闻, 就到伟大航路之外找找看。 社长, 这, 有报社职员迟疑起来, 伟大航路以外的新闻, 会有人愿意看吗? 人们愿不愿意看, 还不是看在噱头上。 摩根斯一拍桌面, 而且, 越是平静的地方, 出现了大新闻, 越是能造成极大的反差, 反而更容易吸人眼球。 这样说的话, 另一个报社职员找了一阵, 找出一份资料, 这是南海、 东海织布传真过来的 最近的头版头条。 社长, 您看看, 有没有入眼的? 摩根斯接了过来, 看了一份又一份, 越看越是不耐烦, 手上动作也越来越犀利。 台下的报社职员们 更是紧张忐忑起来, 都不敢与摩根斯 有任何眼神接触。 这时, 他们忽然听见摩根斯一了一声。 随后, 摩根斯就坐在椅子上, 翻开起一份资料。 他看了几分钟, 这才放下资料, 说道, 你们都看看这份资料。 摩根斯将资料传了下去, 报社职员们接过来, 一个个轮流看了, 神情古怪起来。 东海悬赏金最高的恶人, 与传说中的深海阎王同名, 戴维琼斯残杀海军之不上效。 海上黑市被破坏, 恶魔果实被抢走, 集结凶名赫赫的海贼, 这个愚人到底想要做什么? 在资料的最后, 还附上了最近才更新的三张悬赏令。 铁棒亚尔利塔, 悬赏金1500万贝利。 小丑巴基, 悬赏金2500万贝利。 深海阎王戴维琼斯, 悬赏金5000万贝利。 巴基, 亚尔利塔的悬赏京都提升了1000万贝利, 而戴维琼斯则是提升了2000万贝利。 这都要归功于他们几天前袭击海上黑市的恶行。 海上黑市虽然明面上不受世界政府法律的保护, 但是能去参加的人, 在东海的黑白两刀都有不小的力量。 于是, 在伟大航路的海军本部在听取了来自东海支部方面的汇报后, 就将悬赏金提到了这个数额。 不过, 即便如此, 他们一行三人的悬赏金, 在伟大航路上也根本不算什么。 这也是报社职员们脸色古怪的原因。 这种海贼放在伟大航路上, 要多少有多少, 有什么好报道的。 摩根斯扫过众人的脸, 就明白这群下属在想些什么, 不由得用羽翼按住帽子, 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我明白你们在想些什么。 摩根斯坐在位置上, 翘起细长的双腿, 搭在会议桌上, 不过, 你们的想法还是太肤浅了。 首先, 这里最值得关注的, 不是戴维琼斯的悬赏金有多高, 而是悬赏金变化的频率。 你们看清楚了, 报社职员们这才翻动起资料, 确认着戴维琼斯这位船长最初被悬赏的时间, 结果都愣住了。 什么? 戴维琼斯最初被悬赏, 是在一个月前。 而短短30天内, 他的悬赏金就变化了两次, 从最初的2500万贝利, 翻了一倍, 成了5000万贝利。 这是怎样的作恶速度? 而且, 跟随他的小丑巴基, 铁棒亚尔利塔, 悬赏金也水涨船高。 所以说东海那群不知进取的职员啊。 摩根斯摇头叹气, 另外, 这位渔人, 与传说中的深海阎王同名,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卖点, 都不应该被忽视。 报社职员们都连连点头, 果然, 社长不愧是社长, 对大新闻异常敏锐。 摩根斯挥了挥翅膀, 指挥道, 现在, 给我收集更多有关戴维琼斯的情报, 真真假假都无所谓, 先收集过来再说, 是社长。 报社职员们齐声应喝, 斗志昂扬。 而摩根斯, 看着那三张悬赏令, 鸟会露出了一个贪婪狡黠的笑容。 大新闻的标题我都想好了, 就叫。 东海悬赏金标升最快的恶人, 竟是传说中的深海阎王。 深海阎王戴维琼斯, 想要夺回大海的霸权, 准备向世界政府与海军本部宣战。 哈哈哈哈。 他不由地发出一阵大笑, 最近两期的报纸, 销量应该能有一定幅度的回升了。 东海, 天与海的交界线露出了余度白,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了。 恐怖幽灵号航行在阴沉的天色之下, 不过这次既没有暴风雨, 也没有海雾。 戴维琼斯站在船舵旁, 不过并没有伸手去触碰它, 仅需用意念就能控制它的转动。 亚尔丽塔站在船头, 吹着凉爽的海风。 原本, 按照戴维琼斯那个世界的习俗来说, 女人上船通常被视为厄运的来源。 不过, 从前的戴维琼斯, 本来就已经遭受诅咒, 她自己甚至还给予别人诅咒, 对这方面也就没有多少计较, 更不会对亚尔丽塔有什么偏见。 事实上, 亚尔丽塔归顺之后, 一直是恐怖幽灵号的德力干将。 至少, 她的中心是要比巴基, 克洛这两个人要多得多的。 巴基缩在专属的器械室里, 制作着她的巴基带, 目前已经造好了四枚。 这样的速度已经算快了, 毕竟之前她拥有一只海贼团为她工作, 现在只剩下她自己一个人。 幸好材料并不缺, 克洛此时在传维之上的瞭望台上, 今天轮到她值班了。 她还穿着那套西装, 用手掌拖着眼镜, 脸色阴晴不定地望着海面,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至于她左胸口的伤口, 已经被戴维琼斯给包扎好了。 包扎的方式也相当独特, 戴维琼斯拆取了恐怖幽灵号的一小部分, 不在了克洛的窗口上。 那一小部分, 很快就具现化为了一块贝壳的形状, 同时又朝着克洛体内长出菌丝, 牢牢地生根发芽。 克洛每一次呼吸, 每一次心脏跳动, 都能感觉到左胸的异物也随之舒展, 这让她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她不会天真到认为戴维, 琼斯船长会对她放松警惕, 因此才对胸口的那块贝壳相当忌惮。 不到准备完全, 绝不能轻举妄动。 这是克洛对自己的警告, 而恐怖幽灵号在最近几天, 除了绕路去填饱肚子外, 就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那就是伟大航路的入口, 颠倒山。 估计再来一个多星期, 恐怖幽灵号就能去到那座 红土大陆的巨大山脉前。 克洛明白, 随着这艘船越是接近颠倒山, 他就距离自己洗白的退休生活越远, 但他毫无办法。 违抗戴维琼斯意志的人, 除非能给予他一些满意的事物, 或为他做某些事, 否则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克洛决定继续忍下去, 这时, 他注意到了海面上不同寻常的踪影, 在拿起望远镜确认一番后, 才不慌不忙地走出撩望台, 朝着下边喊道。 船长, 戴维琼斯正摊开海图再看, 听到克洛的声音, 就抬起头来, 望着瞭望台上的他。 什么事? 前方发现海军与海贼交火。 三艘军舰正追击两艘海贼船, 克洛双手搭在栏杆上。 船长, 你打算怎么做? 海军与海贼交火。 戴维琼斯灰蓝色眼眸望向海平面, 随着那五艘舰船越靠越近, 船围上的海贼旗帜与海军旗帜也越发显眼。 海贼旗是黑底白骷髅, 其中, 白骷髅旁边还有沙漏图案。 海军旗则是白底蓝海鸥, 克洛、亚尔利塔都默默等待他的下一步指示。 亚尔利塔他吩咐道, 把巴基叫出来。 是亚尔利塔没问为什么, 只是按着白色宽边帽, 点头硬了, 然后走向船舱。 不一会儿, 他领着神情紧张的巴基, 走到了甲板上。 船长, 您喊我。 巴基好奇地问道, 当他眼角余光注意到海面上的海军军舰与海贼船时, 吓了一跳, 海军, 还有海贼。 船长, 我们是要开战了吗? 戴维琼斯点头, 触须扭动着, 先看一看, 如果有机会, 不妨试验一下巴基弹的威力。 说到自己研发的炮弹, 巴基马上就兴奋雀跃起来。 他连声答应, 先是搬来了一颗巴基弹, 然后把它塞入恐怖幽灵号浮现出来的大炮上。 目前巴基只做了四颗这样的炮弹。 根据契约, 即便用出去的炮弹, 只要威力是合格的, 也算在魏戴维琼斯制作的一百颗炮弹内。 因此, 巴基用起来毫无压力, 炮弹咕噜噜地滚到尽头, 巴基调整起大炮的位置, 对准了海军军舰与海贼船的方向。 三艘海军军舰的旗舰之上, 站着一个戴着海军帽的男人, 他右脸上有一块长长的伤疤, 嘴角总是带着桀骜不驯的笑容。 这人, 是海军本部上尉, 铁拳赫波迪。 别看他的军衔只是上尉, 他的实权要比海军支部上尉高好几个级别, 因此也能指挥得动三艘海军军舰, 对眼前的海贼残军进行追击。 而他所追击的海贼, 正是在东海大名鼎鼎的提督克利克一伙。 据说, 克利克旗下总计50艘舰船, 不下数量庞大, 号称有5000人之多, 但是一直盘踞在东海, 从未踏足伟大航路。 数天前, 赫波迪却意外地在伟大航路出路口附近, 遇见了仅剩三艘舰船的克利克海贼团。 他马上就猜到, 克利克海贼团一定是不自量力地去挑战伟大航路, 并且遭遇了什么强敌, 导致50舰船锐减到仅剩三艘, 最终仓皇地逃回东海。 对于就职与海军本部的赫波迪来说, 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海贼, 他见得多了。 同时, 他也嗅到了机遇, 这是击溃克利克海贼团, 抓捕提督克利克的绝佳时机, 一旦成功, 这份功绩足以让他更进一步。 于是, 赫波迪立刻调来三艘海军军舰, 对克利克海贼团的三艘破旧海贼船, 进行了无休无止地追杀。 趁他病, 要谈命。 舰船数量上看似对等, 可是, 海军军舰要比克利克海贼团那几艘船枪太多了。 更别说克利克海贼团现在几乎弹尽两绝, 士气大跌。 很快, 克利克海贼团的一艘舰船被军舰击沉, 另外两艘海贼船, 头也不回的, 飞一般地跑了。 这更让赫波迪欣喜若狂, 他相信, 只要持续追击下去, 取得完全胜利, 只是时间问题。 到时候报纸会怎么刊登他的英雄事迹呢? 独自击败提督克利克的海军英雄, 赫波迪越是想象, 越是兴奋地搓着手上的支虎, 指挥着海军士兵继续追击, 要求一定要追上。 而在三艘海军军舰的追猎之下, 克利克海贼团硕果仅存的两艘海贼船, 保持着一前一后的阵型, 根本不敢停靠在港口进行补给。 他们只能一路不停地逃, 此时此刻, 在最前方的海贼船上, 一群海贼盘腿坐在甲板上, 气氛阴郁压抑。 身穿金色盔甲的提督克利克, 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 一言不发。 他听着背后时不时传来的海军军舰炮击声, 双眼眯了起来, 在自己不下沮丧的脸上一一扫射过去。 前往伟大航路仅仅七天时间, 他们就狼狈不堪地逃回到东海。 原本实力雄厚的海贼团舰队, 现在也仅剩两艘海贼船。 他旗下的得力干部, 更是只有总队长阿金, 二队队长巴露活了下来, 其余队长禁数葬身海底。 一切噩梦都源于第七天时, 遇到的那个男人。 克利克摸着额头, 心中很不爽快, 这种即使用尽各种卑鄙手段都无法获胜的挫败感, 令他甚至开始怀疑起自己。 无法理解, 为什么对方仅仅一个人, 就能灭掉我大部分的舰队。 真的无法理解。 现在, 克利克海贼团, 已经沦落到被三艘海军军舰追着跑的局面。 换作是从前, 他们只要摆开50艘舰船, 哪里有海军舰队敢追上来? 可恶。 巴露穿着两片金属板甲, 像是加薪饼干一样将他夹在中间。 他站起身来, 船长, 我们回头还击吧。 怎么能让那群海军骑到我们头上? 带着条纹头套的阿金立刻反驳道, 还击? 怎么还击? 我们的弹药, 在对付伟大航路上那个男人时, 就已经耗光了。 别说弹药了, 我们的食物与淡水也很快要用完, 过不了几天, 我们就要忍饥挨饿。 那就假装投降, 然后强行登船, 进行肉搏战。 你以为海军军舰会任由我们的海贼船靠近吗? 他们很清楚我们的作风, 不会再信我们了。 难道我们就这样忍气吞声下去? 巴鲁气愤不已, 我们克里克海贼团, 驰骋东海这么多年,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 阿金摇摇头, 总而言之, 还击是不可能的, 目前只有想办法甩开海军这一条路可以走。 怎么甩? 他们穷追不舍, 不趁着我们还有力气的时候回头,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还击, 然后抢走他们的军舰, 这才是唯一活路。 没想到总队长与二队长吵起来了, 海贼们都进入寒蝉, 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够了。 克里克大喝一声, 阿金与巴鲁看到克里克神情愤怒, 对视一眼后, 只好按拿下争执, 退回到两边去。 克里克其实明白, 阿金与巴鲁的话都有道理, 他们的现状逼迫他们只能这样二选一, 选错路线就是灭顶之灾。 这让一度野心勃勃地想要征服伟大航路的克里克, 更感到耻辱。 而就在这时, 像是上天听到了他内心所想一样, 又给予了他新的希望。 船长 负责瞭望的海贼跑了过来, 前方发现一艘黑色的船, 没有悬挂任何旗帜。 克里克沉默一阵, 高大的身躯从椅子上站起, 把望远镜给我。 是,船长。 克里克接过望远镜之后, 仔细地观察了前方那艘黑船一番, 的确没有看到什么标志性的旗帜, 他甚至没能看到几个船员。 透过望远镜, 他只看到船头有一个黑发女人。 既不是海贼船, 又不是海军军舰, 同时又在这一位美貌的女人。 难道说, 是货船或客船? 克里克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 也许那艘船上拥有充足的物资, 能支撑他们继续航行, 甚至于能够回击那群纠缠不休的海军。 经过短暂思考, 克里克就做好了决定。 阿金 是,船长。 你到后面那艘船上, 负责拖延三艘海军军舰一段时间。 一众海贼听了, 吃了一惊。 让总队长领着一艘船断后, 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 阿金黑眼圈的双眼中也透露出惊恶。 可是, 他很快就因为对克里克的忠诚而应了下来。 是,船长, 我保证完成任务。 阿金说完, 就走向船尾, 顺着绳索, 荡到了后面那艘海贼船上, 指挥作战。 巴鲁这事, 则凑到克里克身边。 船长, 我们这是要逃跑吗? 哼, 你以为我是谁? 克里克冷笑一声, 只向前方的黑船, 把船靠过去。 趁着阿金拖延的这段时间, 尽可能地把上面的物资抢来。 如果有弹药, 我们就有还击的资本了。 巴鲁这才明白克里克的想法, 顿时喜笑颜开。 是, 船长。 巴鲁转过身, 高声喊道, 你们都听到船长的命令了吧。 打起精神来, 准备登船抢劫了。 这可是我们的老本行。 碧海波涛翻涌, 眨眼间, 那艘克里克海贼船就已经逼近前来。 戴维琼斯注意到, 他的船身与船帆破破烂烂, 船头有类似刀斧砍凿的痕迹, 比起恐怖幽灵号最初的模样也好不到哪里去, 似乎是遭遇了什么事故。 船舰边站满了神情贪婪, 蠢蠢欲动的海贼, 他们已经开始朝着戴维琼斯这边叫嚣。 他们这是打算抢我的船。 恐怖幽灵号一直在抢别人的船, 突然来一艘海贼船来抢恐怖幽灵号, 还挺新奇的。 上次发生这种事, 还是在与黑猫海贼团遭遇时。 在克利克海贼船后方, 还有一艘负责断后的船身较小的海贼船, 他义无反顾地掉转船头, 朝着那三艘追击而来的海军军舰及时而去, 大有悲壮之感。 海军军舰的炮击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海军甚至没有要弄清楚这艘冲向他们的船, 到底是什么意图, 就将所有炮口都对准了他。 在这奇妙的一刻, 恐怖幽灵号, 克利克海贼船, 断后支船, 海军旗舰, 恰好处于一条水平线上。 哈哈。 巴基注意到了这一幕, 兴奋激动地挑了挑眉毛, 额头与双眼之间的骷髅图案随之抖了抖, 一炮入魂。 一炮入魂, 被他注入巴基弹的大炮, 无需引线, 就按着他之前调整好的角度, 砰地发射出炮弹, 站在船头左侧的克利克船长, 巴鲁队长, 只听见一声沉闷炮响, 连炮弹的影子都还没看清, 船身就猛地剧烈颤动, 火光冲天而起。 什么情况? 他们在黑烟弥漫, 菊光喷涌中, 惊恶地瞥见, 克利克海贼团主船已经被撕裂为两半, 朝着左右各自倾抚。 而那颗巴基弹去世人未停歇, 又接连将阿金所在的断后支船。 海军的旗舰, 一样化葫芦的, 暴力地击碎。 尤其是处于最后的海军旗舰, 直接爆裂成无数碎片, 散落在灰蒙蒙的天空 与翻滚的海水之中。 仅仅数秒, 巴基弹就击毁了三艘目标船只。 即便是早有预料的巴基, 也在一阵惊讶之后, 才双手插腰地哈哈大笑起来。 不愧是本大爷的完美杰作。 的确厉害。 亚尔利塔用手按住白色帽子, 以免被迎面刮来的狂风卷走。 他当初在橘子镇见识过一次巴基弹的威力, 看来即便换到海上, 他仍旧拥有致命的杀伤力。 克洛已经从瞭望台上爬下来, 站在了甲板上。 他的圆框眼镜反映了海上的三艘船体碎片, 以及那些人味彻底消散的硝烟、火光, 心中暗暗惊讶。 一颗炮弹, 威力竟然会大到这种程度。 他扭头看向那个红鼻子小丑, 皱紧了眉头。 没想到这小子制造出来的炮弹有这种威力, 如果是三年前的我, 能设法得到这种炮弹, 也许就能。 巴基完成了他所期盼的任务后, 转过身, 笑容满面地对戴维琼斯说道, 船长, 我已成功击毁目标。 干得不错戴维琼斯滑溺的脸上浮现出微笑, 现在就看看, 我们的客人们, 是否喜欢这份佳肴。 只要他想, 他完全可以让巴基发射第二枚巴基弹, 或者发射普通的炮弹, 也足以对海水中的敌人们赶尽杀绝。 可是, 戴维琼斯的目的从始至终都不是杀人。 他要的是展示武力, 消灭对方的反制手段, 彻底控制对方生死, 收割恐惧这四步走计划。 只有慢慢地绞杀, 才能充分榨取恐惧。 他站到船弦边, 朝着海水之中看去, 想要清点还有多少人活下来。 这些人, 都是他接下来的猎物。 发生了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克利克在海面之下, 看到船围, 船舵, 铁毛纷纷在他身边往下沉去。 他还看到相当多尸首, 全都是他的船员, 一个个双眼中透露着进步与差异, 被爆炸轰得失去意识, 再加上身体上两块金属板甲没有解开, 就等于前后隔抱着一块大石头, 跳入海中自杀一样。 转眼间, 巴鲁就沉入到看不到光的海层, 彻底没了踪影。 克利克完全没有要去救他的意思, 只是在海水中陷入了沉思。 所以,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别说他们这群死者了, 就算是克利克这个活下来的人, 也没搞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 先是在伟大航路上, 被一个男人, 用一柄箭就砍翻了四十多艘舰船, 然后又在东海, 被区区一颗炮弹, 轻松击毁了两艘船。 克利克感觉自己似乎置身于循环的噩梦之中, 一遍又一遍地, 重新经历当时面对那个男人时的绝望。 他身上沉重的金色盔甲开始拖拽着, 他往海底沉去。 他屏住呼吸, 摸到了盔甲底部的按钮, 按动之后, 盔甲最下方就猛然喷吐出气流, 产生的力, 推动着他往海面飞速升腾。 哗啦, 克利克升上了海平面, 他抹掉脸上的海水, 又掏出耳枪中的些许水分, 终于看到了海面上的炼狱, 以及听见不知道是谁的哀号声。 他曾经50艘船的大舰队, 就连最后两艘船都没办法保留下来。 虽然海军旗舰也同样被卷入炮火, 但是他们还有两艘军舰在不远处虎视眈眈。 不过, 这两艘海军军舰还不是最大的威胁, 最大的威胁应当是朝他们开火的那艘黑船。 想到这里, 克利克扭头看去, 只见那艘黑船就像是一幅棺材一样飘浮在海上, 完全死寂, 既没有追击, 也没有扬长而去, 目的不明。 他承认自己轻敌了, 可是谁又能料到随便遇到的一艘船, 竟然能够一炮就把三艘舰船击毁。 就像他当时在伟大航路上, 哪里能想到那个男人一见就能劈开一艘船。 扑扑, 几声闷响后, 盔甲能提供的动力逐渐消失。 克利克被迫游动起来, 他环顾四周, 终于发现了一块巨大的船板漂浮在海面上。 他马上游了过去, 抓住船板边缘, 用力一撑, 就爬了上去, 然后气喘吁吁地休息起来。 同时, 他还不忘时不时地回头观察那艘黑船。 那艘黑船给他带来的忐忑不安, 丝毫不亚于当时只有一排木筏, 一柄见的那个男人, 哗啦啦, 又是一阵水声响动, 克利克看了过去, 一个陌生的男人同样爬到了这片船板上。 那人脸上有长长的伤疤, 双拳带着直虎, 正痛苦地呕吐着, 水珠啪哒啪哒地落到木板上。 人虽然不认识, 但是他身上的制服, 克利克是认得的, 这是一个海军。 同样爬上这块木板的, 恰好是当时在海军旗舰上的海军本部尚未铁拳赫波迪。 他大难不死, 艰难地爬到这里来, 没想到一抬头, 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太熟悉了, 提督克利克那张脸, 赫波迪这几天不知道在悬赏令上看到过多少次了。 他做梦都想生情克利克, 可是啊, 为什么要在这种情况下见面? 开什么玩笑。 先是军舰被莫名其妙地击沉, 然后是直接碰上克利克。 我今天真是倒霉透顶。 不过, 赫波迪还是站了起来, 活动起身体骨架, 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一对一, 我未必打不过他。 正当他这么响的时候, 又是哗啦啦的水声响起。 第三个人, 爬上了这块木板。 而这个人, 竟然是有着浓重黑眼圈的阿金。 他此时狼狈不堪, 条纹头套早已经不知所踪, 双拐也丢失了一根。 他咳了几声, 反味地吐出一些海水, 这才稍微好受一些。 当阿金抬起头来, 看到克利克与赫波迪, 先是一正, 然后连忙爬起身来。 赫波迪吃了一惊, 看阿金的打扮, 他就知道那是克利克的下属。 但是他却只有一个人, 这下局势立刻反转了。 他也有发虚地往后退却, 看了看脚边的海水, 考虑着是不是应该跳下去。 别动这时, 克利克打断了赫波迪的思绪, 他运转盔甲机关。 咔嚓一声, 一排排呛管, 就从盔甲开合的地方伸出来, 指向了赫波迪。 赫波迪这下脸都白了, 再看一看手中的植虎, 叫苦不迭。 克利克也不耽误时间, 开门见山道, 让我们登上你们的军舰, 把我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放下, 我就饶过你。 这。 赫波迪犹豫起来, 他如果真的在海贼的胁迫下, 帮助海贼逃跑, 那么他非但不能成为预想中的英雄, 反而会成为海军之中流传的笑话。 快。 克利克用眼角余光, 看了那艘在不远处的黑船一眼, 发觉他仍旧没有动作, 语速却越发急促起来。 选吧, 要么死, 要么照做。 赫波迪还没有下一步动作, 领会船长意图的阿金, 就已经摸到赫波迪的后面。 他举出井上的一根铁拐, 戳住赫波迪的后背, 堵住了赫波迪的后路。 我劝你还是乖乖听我们船长的话。 阿金冷漠的话语从赫波迪身后传来。 赫波迪一看, 前有克利克, 后有克利克的干部阿金, 逃生无望, 他只好举起双手投降。 好好, 我带你们到军舰上。 于是, 在克利克与阿金的胁迫下, 赫波迪只好掏出怀里的信号弹, 向着空中射出。 信号烟花很快引来了其中一艘军舰, 另一艘则在不远处警戒。 即便如此, 海军士兵们依旧十分紧张。 因为从黑船上发射的那一炮, 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强了, 估计后半辈子都抹除不掉。 现在, 为了营救他们的上司, 军舰又被迫航行至黑船的炮击范围内, 他们心中惶恐不安也是正常的。 幸好, 营救行动相当顺利, 赫波迪尚未成功登船。 可是, 克里克与阿金也跟着登船了, 并且是以挟持赫波迪的姿态出现的。 海军士兵们都神情紧张地朝他们举起枪支。 克里克一看海军士兵这副状态, 就知道抓到的这个海军肯定是他们的上司。 他心中忍不住大笑, 更加不会轻易放过赫波迪, 直接一只大手抓住了赫波迪, 将他按倒在地。 全都给我把枪放下克里克语气阴森地说道, 否则, 你们的长官, 就要脑袋开花了。 赫波迪能感觉到一根呛管指着他的后脑勺, 不由地浑身发抖地大喊, 照他说的做, 照他说的做。 海军士兵们面面相去, 但是都毫无办法, 谁让他们的上司在这个凶名赫赫, 狡诈无比的克里克手上呢? 他们将呛之放下, 另外一艘海军军舰靠了过来, 军舰上的士兵踩着踏板, 登上了这艘军舰。 当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幕, 都惊诧地顿在原地。 克里克看到海军士兵越来越多, 担心情况有变, 就立刻抓住赫波迪的头发, 将他往上拎了起来, 向这群海军下令, 全速驶离, 越快越好。 阿金一听, 忍不住问道, 船长, 那我们的船员? 现在的海面上, 还有不少海贼在挣扎着, 军舰如果开过去, 就能将他们救起。 蠢货。 克里克阴沉着脸, 怒骂道, 他们这种船员, 等我东山再起后, 要多少就能聚集多少? 现在首要的问题, 是离那艘邪门的黑船越远越好。 阿金看着克里克怒目圆征的模样, 这才发觉, 自己的船长已经近乎疯狂了。 不过, 任谁被一排木筏追击了数天数夜, 好不容易逃回东海, 又遭遇一艘这样的黑船, 精神也会接近崩溃的。 克里克现在只想快点逃, 然后在某一座岛屿上登陆, 得到喘息的机会。 如今的大海, 对于他来说, 再也不是从前那个鱼取鱼求的大海, 而是一头世人的猛兽。 阿金也默默地在现实面前低头。 这时, 有海军士兵喊道, 那艘黑船追过来了。 众人扭头看去, 果然看到那艘黑船朝着他们驶来, 距离已经相当近了。 只是, 不知道为什么, 黑船没有在开炮, 否则他们现在就已经是碎片了。 众人心中惊疑不定, 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脑袋已经伸进吊锁里面, 而吊锁正在缩紧。 这一次, 赫波迪比克立刻都要着急起来, 还愣着干什么, 开船, 开船。 他好不容易才从旗舰被击毁中逃生, 要是再来一炮, 他就不一定有这么好运, 能够活下去了。 然而, 疏忽之间, 三道人影已经出现在了他们身边, 吓了众人一跳。 众人定睛看向这三人, 一个是克里克之前, 透过望远镜看到过的那位黑发美人, 他此刻手持一柄狼牙棒, 那尖锐的利刺看得人心中发慌。 另一个是穿着黑色西装, 带着眼镜, 光看形象就是个绅士, 只要忽略掉他双手上长长的利爪。 最后一个, 是个怪物, 脑袋是章鱼头, 双手是蟹钱与触手。 哪怕是赫波迪, 这种在伟大航路上见过不少鱼人的, 也觉得眼前这个家伙相当怪异。 同时, 好像又有些熟悉, 赫波迪疑惑起来, 我是在哪里见过这个怪人吗? 众人心中都生疼起诉个疑问, 却无人能够作答。 他们是谁? 什么时候登船呢, 又是怎么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身边的? 一时间, 海军与海贼竟然不约而通地站在一起, 惊慌失措地朝着这三人摆出战斗姿势。 被克里克拎起来的赫波迪, 在短暂失神后, 忽然认出了这三人中的那个怪人。 啊! 啊! 是! 是! 他的喉咙中呵呵发声, 像是有一块弹不上不下一样。 克里克感受到自己手上的这副躯体在瑟瑟发抖, 于是将他放到甲板上, 皱着眉头, 质问道, 你在搞什么鬼? 你认识他们? 是深海阎王。 贺波迪终于坚声喊道, 东海悬赏金飙升最快的恶人, 杀了支部上校猛卡的元凶。 他是戴维琼斯。 戴维琼斯。 克里克心中一阵疑惑。 戴维琼斯凶名出现时, 他与他的舰队恰好在忙着, 准备进入伟大航路的补给。 后来, 他们进了伟大航路不到七天, 遭遇大难, 一路逃窜回来, 自然没有机会, 也没有心思去关注悬赏令与报纸。 阿金也是一样, 同样对戴维琼斯一头雾水。 不过在听到深海阎王与戴维琼斯放在一起时, 他倒是想起小时候听过的恐怖故事。 可是, 那是故事啊, 哪里会有故事中的人物走到现实中来的。 然而, 登上这艘军舰的, 确实是戴维琼斯。 他还带上亚尔利塔与克洛, 顺移了过来, 只留了巴基守船。 戴维琼斯没有刻意去关注自己的悬赏令。 新闻报道, 因此在听到深海阎王这个从前的名号时, 他看向了那个海军上尉。 赫波迪此时已经在喃喃自语起来。 他的悬赏金高达五千万贝利, 是东海最高的悬赏金。 赫波迪又正正地望着那艘黑船, 黑色的船, 怪不得, 原来我们碰到深海阎王了。 他的双眼与戴维琼斯对视到一起, 像是被戴维琼斯那灰蓝色双眸给吸住了一样, 空洞地瞪大着眼珠, 牙齿打站起来。 如果他在办公室里, 自然能够轻松愉快地调侃。 五千万贝利的恶人, 在伟大航路上到处都是。 但是, 他在听说种种可怕传闻, 又亲眼目睹那艘黑船怎么轰沉了三艘舰船后, 再看到戴维琼斯本人, 又是另外一番感受了。 他此刻的恐慌已经达到了顶点, 甚至盖过了正胁迫他的克利克。 五千万贝利。 克利克惊恶不已, 没想到一段时间没有关注悬赏令, 东海里竟然就有人的悬赏金超越了自己, 而且是远远超过。 他的悬赏金不过是一千七百万贝利, 而那位巨矢阿龙也不过是两千万贝利。 现在, 赫波迪却告诉他, 东海有一个人的悬赏金达到了五千万贝利。 同时, 克利克也从赫波迪的话中隔知, 这个怪人就是身后那艘黑船的主人, 心中忌惮更深了几层。 但是, 在忌惮之后, 他又生起浓浓的懊悔情绪。 如果一开始知道黑船的主人也是被通缉的人, 也许他们之间还能够合作。 可是他一开始就动了歪心思, 准备硬抢黑船, 这反而断绝了一条后路, 又引来新的灾祸。 可惜, 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 克利克发觉, 他最近的决策, 几乎都是错误的, 还一步步地将他们倒向深渊。 而戴维琼斯身边的亚尔利塔, 已经认出了克利克, 当想要富尔对船长说一声, 但是很快就顿住了动作。 船长想知道克利克是谁吗? 船长在乎克利克是谁吗?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他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此时此刻, 他与克罗的身份仍没有被认出。 克罗假死的事情仍未暴露, 之前的悬赏令也只有模糊的残疑, 因此没有人认得也是正常的。 海军虽然知道亚尔利塔加入了戴维琼斯麾下, 但是, 他们用的悬赏令照片, 还是之前那张体型肥胖的, 满脸麻子的照片。 他们当然也就不可能知道, 亚尔利塔会有这么剧烈的变化。 在赫波迪点出戴维琼斯身份后, 现场气氛降入冰点。 戴维琼斯凝视着赫波迪一阵, 然后才说到, 亚尔利塔, 克罗, 除了他, 其他的人, 你们都解决掉吧。 是, 船长。 亚尔利塔硬了, 举起狼牙棒。 克罗用手掌脱了脱眼镜, 也点头硬了。 克里克心中烦闷, 果然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了。 随后, 他就看到戴维琼斯的两个手下, 朝着他们这群短暂联合起来的海军, 海贼联盟, 攻了过来。 看到亚尔利塔双持一柄狼牙棒冲了过来, 海军士兵们没有丝毫犹豫, 举呛射击。 砰砰砰, 整齐化异的呛声响起, 但是没有一颗子弹击中亚尔利塔, 他只是弯下腰, 利用赤足在甲板上如同滑雪般灵活的逼近, 就躲过了所有子弹。 随后, 他挥舞手中狼牙棒, 像是割草一般将一群士兵砸飞出去。 海军们没有预料到他有这样的怪力, 一时间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而克洛, 已经很久没有对海军动手了。 但是, 这不代表他的记忆生疏。 他利用无声部, 悄然如鬼魂般来到海军们身侧, 手上力爪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就已经剖开了他们的腹部。 这是一场凶残的, 单方面的屠杀。 克里克这时候知道, 再挟持赫波迪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于是将他丢到了一边, 然后用眼神示意阿金出手。 海军死光了, 他们也逃不到好处。 没想到, 他们两个海贼, 今天的命运竟然会与海军紧密联系到一起。 阿金点点头, 就拎起紧剩的铁拐, 照着距离他最近的亚尔利塔的后脑砸去。 啪哒一声, 阿金的铁拐击中了亚尔利塔的后脑, 却传来一阵诡异无比的触感。 铁拐像是打在了弹簧上一样, 竟然朝着侧边弹了出去。 他除了击飞了亚尔利塔的帽子外, 没有给亚尔利塔的脑袋造成任何伤口。 怎么回事? 阿金困惑地看向自己的铁拐。 而亚尔利塔在击倒一个海军之后, 也转过头来, 眯起双眼, 笑盈盈地盯着阿金。 很奇怪吧? 他得意地倾起红唇, 捡起地上的帽子, 也在了腰间。 你的攻击对我是无效的, 全部都会被划开。 阿金不信邪, 猛地朝亚尔利塔冲过去, 做事要用铁拐与亚尔利塔对攻, 左手却偷偷伸进怀里, 拔出一只手枪, 朝着亚尔利塔的心脏开枪。 砰。 硝烟喷吐吐, 在炸响之中, 亚尔利塔反应极快的侧身, 那子弹就贴着他的手臂, 划了过去, 击中了他身后的海军士兵。 他挥舞铁棒, 打向阿金, 阿金连忙用铁拐抵住, 就听到他笑着说, 呵呵, 偷偷拔枪射击这种事, 我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 你以为这种伎俩对我会有用吗? 阿金咬牙切齿, 用铁拐推开了亚尔利塔, 却被亚尔利塔趁机提起脚, 踢飞了他的手枪。 他看了一眼掉到一边的手枪, 却也没有去捡。 这种不能连发的手枪, 在骑袭失败之后, 就没有什么用了。 于是, 阿金手持铁拐, 与双足滑行机动的亚尔利塔对打在了一起。 另一边的克洛, 正不断收割着甲板上的海军士兵。 在他的长找之下, 恐怖幽灵号上继续休息, 即便是在瞭望台上发呆, 也好过战斗。 可是, 随着利爪沾染的血越来越多, 克洛内心深处施杀的人格还是被引诱了出来。 不知不觉间, 他已经忘记了最初的目的, 对着这群士兵尽情地宣泄着内心的欲望。 不过, 当他面对克里克时, 杀戮就被中断了。 当当当, 不论克洛的利爪如何砍击, 克里克都老练地用自身的盔甲去抵挡, 而他的那一套盔甲, 坚硬无比, 利爪在上面都只能划出一道道划痕, 而不能砍穿。 克洛眉头微皱, 继续抢弓。 克里克抵挡住了克洛的一波猛攻后, 冷哼一声, 抬手间, 盔甲内就羞羞羞地发射出十几枚锋利的铁锥。 克洛灵活而惊险地躲过铁锥, 又迎面碰上一套长满针刺的斗篷从天而降, 他只能再度躲闪。 随后, 克里克盔甲的呛口朝着克洛七七开火, 不给他丝毫喘息的时间。 这个混蛋是怎么回事? 哪里来的那么多道具? 克洛一边躲闪, 一边紧皱眉头。 赫波迪看着这一幕, 看着被染红的甲板, 不知不觉间已经退到了船舷边, 他双手一撑, 就想要跳入海中。 没想到腰身竟然被一条滑腻的触手缠上, 又把他拉了回来。 你想要到什么地方去? 戴维琼斯抓住了赫波迪, 将他灌到了甲板上。 赫波迪手里还攥着紫虎, 下意识地就朝着戴维琼斯挥出一拳。 而戴维琼斯只是伸出蟹钱, 迅如闪电般, 将赫波迪挥来的右拳, 在手腕处整齐地剪了下来。 吃,血剑喷射。 赫波迪惊恐地望着自己的断手掉到地上, 终于不可抑制地尖叫起来。 紫虎这种东西, 可不是什么好玩具。 戴维琼斯嘲弄地甩了甩蟹钱上的血, 看起来, 你应该也是一个怕死的人。 如果你真想活下去, 就告诉我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吧。 由于前世遭到卡特勒·贝克特勋爵的胁迫, 戴维琼斯对海军也好, 政府也罢, 都没有什么好感。 不过, 他是一个公平的人, 如果赫波迪能够给出价值足够的情报, 那么他就会放赫波迪一条性命。 可是, 赫波迪嘴唇发白地跪倒在地, 左手捂住断口, 那鲜血仍旧在喷涌, 剧痛令他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恐惧地抬头仰望戴维琼斯。 戴维琼斯等了一阵, 也听不到他说一句话, 颇为失望地挥出蟹钱, 重击了赫波迪的头颅一下, 结果了他的性命。 赫波迪砰地倒在了甲板上, 很快身下就流出一滩血泊。 戴维琼斯从他身上搜了一阵, 搜到了一张海图, 上面标注了最近的海军支部基地, 除此以外一无所获。 他转过身, 就看到海军士兵基本都已经被清理干净。 他们要么倒地不起, 要么已经抛弃他们的长官, 跳到另一艘军舰上, 正快速地驶离。 而亚尔利塔与阿金, 克洛与克利克的战斗仍旧在僵持之中。 只是, 克利克在观察了周边状况之后, 已经明白情况对他们极端不利。 可以充当挡箭牌的海军没了, 那位戴维琼斯空出手来, 自然就会来对付他们。 不能再拖下去了。 尽管克洛无法对克利克破防, 可是克利克同样没办法逮住灵活的克洛。 他瞥了一眼不远处的阿金, 把心一横, 从腰间抽出了一副防毒面具, 戴在了脸上, 然后将左肩上的圆形护甲给拆卸下来, 如同盾牌般, 砸在了甲板上。 克洛一看克利克戴上防毒面具, 作为阴谋诡计大师的他, 自然已经猜到克利克要做什么, 连忙用无声部后撤。 果然, 克利克从左肩护甲盾牌中, 发射出一枚炮弹, 在直尺距离炸开。 甲板被炸碎出一个巨大的窝口, 船舱之下生起古怪的声响。 吃, 剧毒气体喷涌而出, 随着海风扩散开来。 那些倒地重伤的海军, 在闻到这股毒气之后, 全都浑身剧烈静乱, 不一会儿, 就蹊跷流血而死。 阿金也闻到了气体, 惊诧地回头, 却看到早已经戴上面具的克利克。 克利克船长他, 甚至都没有提醒我。 他呕吐出一滩血, 双眼一黑, 直勾勾地倒在了甲板的窝口中, 掉到了下方的船舱内, 生命逐渐消散。 阿金比那些身受重伤的海军 稍微要好一些, 没有立即毙命, 但是也剩余不到几个小时了。 而克利克却看都不看他一眼, 只是紧张地透过面具, 在急促的呼吸中, 观察着那三个敌人的情况。 毒气逐渐蔓延开来, 很快就要充斥整个甲板。 克罗发出泽的一声, 就想要跳入海中, 这时却看到戴维琼斯 已经出现在他身边, 用蟹钱勾住他的后衣领, 眨眼间, 场景修地切换, 他们就已经回到了 恐怖幽灵号的甲板上。 亚尔利塔与克罗被放开, 都是心有余悸地 望向那艘海军军舰, 然后又看向他们的船长。 如果不是有戴维琼斯船长在, 他们恐怕要么死在毒气之中, 要么跳入海中求生, 任凭你滑溜溜果实能力者也好, 无声不也罢, 都没有作用。 手船的巴基看到他们回来了, 走了过来, 想要询问情况。 然而戴维琼斯没时间理会他, 这时甩动着触手, 恐怖幽灵号的船帆就收了起来。 下一刻, 庞陀大雨伴随着暴风, 毫无征兆地落下。 突如其来的狂风咒语, 逐渐吹散了海军军舰上弥漫的毒气。 克里克揭开防毒面具, 差异地抬头, 任由斗大的雨珠滴落到他的短发上, 顺着颧骨流下。 这一场暴风雨, 怎么说来就来。 他与他的舰队航行在伟大航路上时, 倒是经常碰上这样的恶劣天气, 完全不讲道理的一会儿下冰雹, 一会儿飘雪花, 一会儿又晴空万里。 可是, 他在东海驰骋这么多年, 却没有遇上过这样的天气。 刚才就像是有一只手, 人为的拉开天穷的拉链, 放下倾盆大雨一样。 不不不,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 世界上怎么会有人能够控制天后? 除非, 除非那个人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克里克紧张地环顾四周, 没能看到戴维琼斯三人的尸首, 反倒是看到阿金掉落到船舱内, 因毒气而命不久矣, 他不由地咬牙切齿地咒骂起来。 他们肯定是跳海了。 可恶, 明明只要再等一会儿, 当他们吸入毒气, 就是我大获全胜的时机, 竟然被他们成功逃过一劫。 方才毒气弥漫, 又加上戴上防毒面具, 克里克的视野并不清晰, 因此没能看清戴维琼斯他们是怎么离开的。 不过, 他连他们是怎么登船的, 也没有看清楚就是了。 克里克看到那艘黑船还在附近徘徊, 随时有可能再度开炮。 而他脚下的这艘军舰已经无人能开船, 另一艘军舰又逃之夭夭了。 他感觉不能待在军舰上充当火把, 于是来到船舰边, 准备跳入海中。 然而, 下一刻, 那位怪人再一次神出鬼末般地出现在克里克面前。 克里克心中惊恶, 这次他确认, 戴维琼斯是顺意过来的了。 你想要到什么地方去? 戴维琼斯一边问, 一边朝着克里克走来。 克里克原本就精神紧绷, 这一刹那, 他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下意识地就拆下右肩上的圆形护盾。 左右两个护盾合并, 咔嚓一声, 一根呛杆弹了出来, 呛兼指指戴维琼斯。 居然还能变形, 有趣的器具。 戴维琼斯脸上的触须欢快地摆动起来, 竟然还好奇地问道, 你这种道具装备, 是谁替你做出来的? 亦或者, 这是你的杰作。 克里克却根本不理会戴维琼斯的话, 也不相信现在还有合作的空间。 他双手一前一后地抓住大战呛, 往上一挑, 呛尖指指戴维琼斯的胸膛。 不管你是什么深海阎王, 还是别的什么, 都给我死。 只有我提督克里克, 能够活下去。 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活下去。 然而, 变光火势之间, 戴维琼斯的触手已经拔出腰间手呛, 砰的一声, 子弹击中举腔刺激而来的克里克。 克里克嘴角勾起狂妄笑容, 正要嘲笑戴维, 琼斯的子弹根本没办法打穿他的肩骨铠甲, 却猛然发觉自己的身躯, 就像是被冻僵了一样, 动弹步的。 他维持着挺呛前进的姿势, 蹲在了原地。 一阵错愕间, 他就注意到戴维琼斯又一次消失了。 恐慌如潮水袭上脑海。 他去了哪里? 下一瞬间, 克里克的腹部就捅出来一只尖锐的蟹钳。 戴维琼斯顺移到了克里克的身后, 他这次可没有像之前对待克罗那样留守, 呛反加上虚拟重击, 不但凿穿了盔甲, 而且还捅穿了克里克的身躯。 吃,血流如注。 克里克低头看了一眼, 看着那支蟹钳一点点地缩回, 最后从他的体内抽出。 他仍旧茫然, 只是全身无力地跪下, 然后俯身躺在了地上。 大战呛也甩到了一边, 难道说,我要死了? 我提督克里克, 要死在这种地方? 我仔细想了一下, 改变了主意。 克里克在意识模糊间, 听到戴维琼斯的声音, 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只要把你的盔甲拆卸下来, 给巴基研究就好了。 我想, 他的水准应当在制作这副盔甲的人之上吧。 克里克竭力想要张口, 要求戴维琼斯救他, 他愿意付出一切。 可是戴维琼斯却真的不再理会克里克, 慢悠悠地将他身上的盔甲, 一点点地拆下来, 又取走了他的大战枪。 克里克在惊惧与懊悔之中, 瞪大双眼, 呃呃呃的叫了几声, 终于失去了生机。 当戴维琼斯拎起克里克的盔甲与大战枪, 打算顺移回恐怖幽灵号上时, 却诧异地发觉, 又有一艘船正靠近这边。 今天怎么遇到这么多船? 这次, 又是谁? 戴维琼斯眺望着, 看清楚那艘船的大致模样。 那艘船扬着黑底白骷髅的海贼旗, 骷髅头顶上还带着一顶草帽, 船头是一个羊头。 他与那些凶神恶煞的海贼船放在一起, 看起来相当违和。 终于追上这艘黑船了。 绿色寸头的索龙神情严肃地站在船舷边, 右手放在了腰间的三柄刀上, 准备随时拔出。 自从戴维琼斯的悬赏令下来之后, 索龙追踪这位恶徒已经足足一个月, 其中曲折坎坷, 很难一两句话说清楚。 总而言之, 他碰上陆飞之后, 两人临时搭伙, 解决了食宿问题, 又在橘子镇得到戴维琼斯的最新情报, 之后却在不同的岛屿小镇间打转。 这是因为索龙与陆飞, 一个太过相信自己的方向感, 另一个太容易闹出祸事, 一路上鸡飞狗跳, 大半时间都在躲避不同人员的追击。 索龙一度想要甩掉陆飞, 单独行动, 但是奈何陆飞就像是牛皮糖一样缠上来。 也幸亏他没有甩掉陆飞, 否则以他迷路的夸张程度, 可能这辈子都追不上戴维琼斯了。 之后不久, 他们两人终于遇到了一位贵人, 那就是也曾在橘子镇露面的小贼猫纳美。 他偷走了巴基的海徒之后, 就打算马不停蹄地赶回故乡, 可可亚西村。 纳美虽然化了妆, 假扮成一个少年, 但是一路上还是被不少嗅觉敏锐的流氓缠上, 再加上他自己手脚不太干净, 经常顺手牵羊点什么, 因此惹了不少麻烦。 这样的他, 需要一到两个打手, 故为他返回可可亚西村。 而陆飞与索隆, 又恰巧需要纳美的航海士知识, 纳美自小就学习航海术, 偷窃技巧则是在实践中逐渐学会的。 三人一拍集合, 各取所需, 一同出发, 纳美原本对陆飞的海贼身份颇有微词。 但是, 他在看到索隆这位知名的赏金猎人都不介意, 接触陆飞一段时间后, 又发觉他的脑回路, 与一般海贼不一样, 于是嘟囔几句后, 就不再提陆飞的海贼身份。 虽然护卫, 指引方向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靠着不停地换乘船只, 他们是不可能追得上那艘黑船的。 为此, 他们又要解决船只航行问题。 可是, 他们手头上的钱, 并不足以购买或租借一艘船。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 他们在西罗布村遇到了乌索普。 乌索普, 这时候正因为克拉巴特尔管家离奇失踪一事, 与村民们闹掰了。 他说的明明都是实话, 可是就是没有人相信, 就算是可雅与他的三个小跟班, 也只是半信半疑。 于是, 一气之下的他, 决定离开村庄, 开始他的海上战士之旅。 决定是做出了, 可是乌索普心里还是发虚的, 毕竟他从未离开西罗布村太远, 没有航行经验。 在听到陆飞, 左龙与纳美的对话后, 他立即兴奋地插嘴, 表示他可以解决船只问题, 可是条件是他们要带上他一同出海。 陆飞, 左龙与纳美看到有人主动帮他们解决问题, 自然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 乌索普就动用了他的关系, 从可雅, 梅丽先生那里弄来了一艘船, 改造了一番, 就成为了他们现在乘坐的这艘前进梅丽号。 这艘前进梅丽号, 就是以那位仆人梅丽的名字命名的。 解决了船只问题, 左龙终于可以根据各种最新情报, 全力以赴地追击黑船。 而其他几人虽然目的不同, 但是航线上高度重合, 倒是没有提出异议。 就这样, 前进梅丽号, 出现在了恐怖幽灵号的侧后方。 前进梅丽号上的四人算不上齐心协力, 只能说有暂时性的共同利益, 这才聚在一起。 陆飞一心, 想要招揽其余三人, 作为草帽海贼团的初始成员, 然后一同进入伟大航路, 追逐梦想。 可是, 索龙与纳美都明确地拒绝了他。 索龙出海, 是为了寻找那位传说中的世界第一大剑豪, 鹰岩米霍克, 就连赏金猎人这份职业他也并不想要常干, 更别说莫名其妙地去当一个海贼了。 除了找到世界第一大剑豪米霍克这个长期目标外, 他还有短期目标, 那就是活捉或杀死戴维琼斯。 他是全程看着戴维琼斯的赏金如何, 从2500万贝利, 涨到如今的5000万贝利的。 干了这一笔, 他能够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专注于收集米霍克的情报。 而纳美拒绝路飞, 则更多因为他的身世。 在他的童年, 海贼带来的噩梦, 如今都还没有消散。 他没有用木棍敲路飞的头, 都算是对他客气了。 至于乌索普, 倒是愿意加入海贼团。 因为他的父亲耶稣布也是海贼, 耶稣布还与路飞认识。 不过乌索普又提出了条件, 那就是由他来当这个海贼团的船长。 涉及船长之位, 路飞当然不可能让出去了。 于是, 一个还不是集体的草帽一伙, 就乘坐着前进梅利号, 来到了恐怖幽灵号后方。 我准备登船了, 索龙一上来就在额头上扎好头巾, 这代表着他此刻开始就严阵以待。 他双脚踏在前进梅利号的船舷边, 观察着要从哪里爬上恐怖幽灵号。 路飞盘腿坐在梅利号的羊头上, 按着头顶的草帽, 免得被这场暴风雨吹走。 他扭头问道, 索龙,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索龙撇了撇嘴, 反正你就是打算拿这个当条件, 让我加入你的海贼团吧。 一路上, 索龙也见识到了路飞的实力, 确信路飞能够成为自己的战友。 有路飞帮助, 他在恐怖幽灵号上抓捕戴维琼斯, 肯定也轻松一些。 只是, 索龙还是不愿意松口。 哎, 路飞颇为失望地嘟起嘴, 随后他又突然一锤手掌心, 自顾自地说道, 好, 就这么决定了。 我帮你拿到悬赏金, 你就当我的伙伴。 索龙简直气炸了, 喂, 别又擅自做决定啊。 路飞这事已经无视他, 转头看向那梅与乌索普, 问道, 你们要一起登船吗? 别无视我啊。 索龙在他身后大喊, 我不去那梅有些冷淡的回答, 然后就靠着船舰边低头不语。 众人都有些诧异, 平时他对钱财是最看重的, 怎么今天有机会瓜分悬赏金五千万贝利, 他却这么平静? 难道是太害怕了? 事实上, 路飞, 索龙与乌索普猜对了一半。 那梅的确对于要去见那位戴维琼斯而感到害怕, 可是害怕的原因, 除了戴维琼斯那些流传出来的凶残战绩外, 还有对他外形的厌恶。 自从在悬赏令上看到那个形象, 那梅就彻底记住戴维琼斯这个名字。 那章鱼脑袋与触须, 那些钱与触手, 真的像极乐症盘踞在他故乡可可亚西村的愚人, 海贼团成员。 那群愚人给他带来的印象可一点都不好。 那梅拒绝了, 路飞耸了耸肩, 又看向乌索普, 没想到乌索普也连连摇头。 开玩笑, 那晚的黑船噩梦还历历在目, 现在他就真实地出现在面前, 乌索普可不敢登上船。 更别说, 那艘船上还有穷凶极恶的深海阎王戴维琼斯, 铁棒亚尔利塔, 小丑巴基, 现在很可能还要加上一个百计克洛。 黑船上简直是龙坛虎穴, 乌索普抖着他的长鼻子, 一点都不想跟着去。 他捂着胸口, 装作痛苦的样子, 说道, 不行不行, 我得了一种上那艘黑船就会心脏并发的病, 没办法跟你们去了。 既然那梅雨乌索普都不愿意跟去, 路飞也没有抢球, 转过身, 看向那艘黑船。 喂, 路飞, 索龙还想要理论, 我可没有答应你的帮助, 你只要乖乖在这里看着。 路飞, 你抓着我干嘛? 路飞是吃了橡胶果实的恶魔果实能力者,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他获得了如同橡胶一般的体质, 因此身体各处都可以伸展。 他现在就是伸长了左手, 像是绳索一般紧紧缠住索龙的腰, 然后扭头对索龙露出一个爽朗的笑容。 索龙有种不祥预感, 他看向路飞的右臂, 发觉他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伸长开去, 卷在了黑船的桅杆上。 路, 路飞, 你该不会是想。 索龙, 我们出发。 哈哈大笑的路飞, 抱着表情忐忑的索龙, 伴随着右臂的缩短与一股拉伸力, 飞上了半空, 然后相当顺利地落到了黑船的甲板上。 砰! 路飞安稳地双脚落到甲板上, 而索龙则是被破脸先砸在了船板上。 啊, 索龙, 抱歉, 没控制好。 混蛋, 我一定要杀了你。 索龙知道黑船上有戴维琼斯等强敌, 没有再和路飞计较, 而是骂骂咧咧地站起身来, 然后就与戴维琼斯等人直接面对面。 于是在这时也逐渐减弱, 令我印象深刻的出场方式。 戴维琼斯取出怀里的烟斗, 咬着长柄烟嘴, 抽出烟草, 塞到烟斗中, 他双眼微眯起来。 只是, 你们让我想起两个混账, 如果是他们这样登场, 我一点也不意外。 他抽起烟, 像是陷入了回忆之中。 亚尔利他与巴基都是好奇地看了船长一眼, 见他完全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只好按捺住好奇心, 专心对付眼前突然出现的两人。 至于克洛, 他漠不关心, 他还在想之前那场与克利克的战斗。 自己的历爪无论如何都无法砍穿克利克的盔甲, 这让他相当在意。 如果再来一次, 我准备充分, 一定可以干掉那个家伙。 克洛此刻已经在脑海中模拟出, 如何杀死克利克的多种方法。 只可惜克利克显然败在了船长手上, 他已经没有机会实践。 索隆面对着眼前四人, 他已经从乌索普那里知道百计克洛也很可能在船上, 因此对眼前一幕并不意外。 坑, 他直接拔出了三柄刀, 刀身翁鸣, 摆出了他标志性的三刀流姿势。 索隆嘴里咬着和道义文字的刀柄, 双手各吃一柄刀。 这样的架势, 就令亚尔利塔与巴基不含而立。 索隆, 罗罗诺亚索隆, 一定是他。 亚尔利塔与巴基从三刀流这么独特的架势上, 立刻就认出了索隆的身份。 不用多说, 索隆与另外一个不速之客来这里的目的也很明确了。 赏金猎人找上门, 还能是为了什么呢? 克洛也被索隆的气势打断了思绪, 看了过去, 用手掌脱了脱眼镜。 又来一个麻烦的家伙, 没完没了了。 只有戴维琼斯, 还沉浸在吞云吐雾之中。 戴维琼斯索隆咬着刀柄, 话音有些模糊地说道, 我是来取走你的悬赏金的。 悬赏令上说明, 只要能将戴维琼斯带到海军基地, 不论生死, 他都能获得五千万贝利。 另外, 一切顺利, 他还能拿到地下黑市的悬赏金。 黑白两道坚持, 直接一剥肥。 听到这句话, 戴维琼斯终于从回忆中抽离, 灰蓝色双眸打亮了索隆与他的三刀流架势一番, 然后看向旁边戴着草帽的少年。 那位少年, 也正好看着他。 索隆眉头微皱, 他倒是不在意戴维琼斯无视了自己, 而是担心以陆飞一贯的性格, 说不定会突然冒出一句章鱼大叔来当我的伙伴吧这样的蠢话。 可是, 出乎预料, 陆飞安静了下来。 索隆扭头看去, 竟然看到陆飞脸上出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认真表情。 我是蒙奇, 低陆飞, 带着草帽的陆飞向戴维, 琼斯自我介绍起来, 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他这句话一出, 经常听的索隆道是没什么, 亚尔利塔, 巴基, 甚至于克洛都是一脸惊异。 他在说什么? 他知道海贼王意味着什么吗? 然而陆飞这番话并不是对他们说的。 他一直盯着戴维琼斯看, 一种野兽般的直觉告诉他, 这位正抽着烟的章鱼大叔, 会是他今后海上的劲敌。 戴维琼斯听见陆飞一本正经的宣言, 若有所思地打量起他。 海贼王。 他记得在这个世界, 海贼王这个称号是唯一的, 有着颇为特殊庄重的意义。 他的上一任持有者是戈尔蒂罗杰, 也就是在死前宣称伟大航路尽头有大秘宝, 开启了大海贼时代的男人。 戴维琼斯对海贼王这个称号不感兴趣, 但是对这个称号背后代表的意义志在必得。 他象征着持有者彻底征服了伟大航路, 是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 不过, 戴维琼斯的欲求不止于此, 海贼王能做到的, 他要做到, 海贼王做不到的, 他也要做到。 因此, 他要的已经不是深海阎王或海贼王, 他要的是如同海洋女神一般的神志称号。 虚余间, 于是更为滂沱, 疾风刮的船帆哗哗作响, 船身在激荡的海水中晃荡, 像是要被海质巨兽彻底撕碎一般。 索隆望了一眼这天地变换般的诡异苍穹, 还有这压抑到能听到急促呼吸的氛围, 眉头微微皱起, 左脚轻轻划过积水的甲板, 主动将后背贴到了陆飞身边。 索隆。 陆飞, 认真点, 他比我想象中还要不对劲。 陆飞神情懵懂地点头, 咔嚓咔嚓地活动着拳头趾骨, 随后也摆出了如拉锦的弓一样的战斗架势。 羞的一声, 陆飞与索隆不约而同地出击。 一个灵活如猿猴般在恐怖幽灵号的船位兼飞荡, 另一个如猛虎般亮出利爪, 反射着空中雷光。 而随着戴维琼斯用烟斗敲击着蟹钱, 火星飞剑中嘟嘟作响, 会议的克洛, 亚尔利塔, 巴基也先后动手。 恐怖幽灵号上展开异常雨幕中的混战。 陆飞的右臂如同长枪般捅开克洛, 亚尔利塔, 巴基的三人阵形, 拳头直指戴维琼斯。 可是拳头还没到跟前, 砰的一声, 就被亚尔利塔用铁棒砸下。 这伸长的右臂折了一下, 就缩回到陆飞身上, 发出响亮的啪的一声。 巴基的眼皮被斗大雨珠轰击的只能勉强睁开, 却在与陆飞错身而过时, 注意到陆飞用绳索挂在脖子上的草帽, 一时间有些恍惚。 这顶草帽, 怎么越看越熟悉, 好像是那个混蛋常常戴着的那一顶。 他分裂出戴着白手套的左手, 想要趁着位于视野死角, 直接夺下陆飞的草帽。 陆飞就好像天生的野兽一样, 嗅到了有人对他珍贵的草帽出手。 他毫不犹豫地双手撑着跳起, 在半空中如同陀螺般翻滚, 击打着雨水, 飞到了悬挂船帆的桅杆上, 前后晃动了一下, 才保持住平衡。 说的, 一柄刀破开雨连, 眨眼间就斩断了巴基的脖梗。 巴基的头颅甩飞出去, 面露惊愕, 但转眼间就转为狡诈笑容, 红鼻子鼓了起来。 锁龙收刀自如, 却没有解决掉一个敌人的喜悦, 来之前他就已经做足功课, 当然知道巴基是四分五裂果实能力者的情报。 除了对巴基有所防备, 他的眼角余光, 还要看向仍旧在战场边缘徘徊的克洛。 这个男人, 双手立爪像是毫无防备般的锤下, 只是偶尔会抬手扶一扶眼镜, 看起来好像没有攻击性。 可是禁营战场多年的锁龙明白, 这是一头找准时机才会咬上你一口的豺狼。 就只是被克洛吸引了一秒不到的注意力, 锁龙就感到一阵寒意逼近腰间。 他反应极快的刀身旋转, 当的一声, 格挡下来自巴基的飞刀。 他仰头看去, 巴基的躯体已经在空中裂成树块, 眼花缭乱地飞舞着, 再加上轰隆雨势, 一时间竟然看不清巴基的动作。 等锁龙看清楚时, 八柄飞刀已经近在眼前, 锋芒毕露。 他咬了咬牙, 猛地扭转身躯, 三柄刀划过水帘, 嗡鸣声中竟然斩出了一道台声的龙卷风。 八柄飞刀尽数被龙卷风击飞, 嘟嘟嘟地扎在船板之上。 锁龙还没来得及放松, 就听见吃的一声, 胸口陡然出现五道烟红血痕, 血珠连成一片的飞射出去, 混入了雨水之中。 则他不爽地扭头看去, 就发觉狠狠划开他胸膛的刻落, 又退到了甲板边缘, 以近乎驼背的病态姿势站立着, 眼镜片泛着寒光。 一个斩击无效, 另一个心思缜密到不给半点机会, 锁龙看出来了, 戴维琼斯的这群船员, 理想象中还要难以对付。 不过, 也并不是没有破局方法。 锁龙如猎鹰般的双眸, 已经看到巴基藏在木桶后面的双脚, 那是他唯一不能腾空的部位, 也是最大的弱点。 他猛然启动, 快如迅雷, 就要赶在巴基与克罗反应之前, 斩掉那一双脚, 或者将他们抛入海水中, 令他们捡员一人。 呵, 然而亚尔利塔迎面垂来的铁棒, 伴随着烈烈风声, 阻断了锁龙的去路。 锁龙只好被迫双刀隔挡, 那狼牙棒上的尖刺几乎要扎入他的头部。 他临微不乱地用双刀要将亚尔利塔的狼牙棒推开, 可是后背又是吃得一声, 剧痛来袭。 与此同时, 他将头一侧, 才惊险地躲开了一柄尖锐的利刃。 他大喝一声, 终于拨开拥有怪力的亚尔利塔压下来的狼牙棒, 刀锋伴随躯体转到身后, 却什么都没能砍到。 偷袭未能成功的克洛又已经退到远处。 锁龙不用摸后背, 都知道那里血淋淋的, 卑鄙的家伙。 空中传来路飞的嗓音, 克洛修得躲闪, 这才躲开路飞如同战斧般落下的右腿, 啪嚓一声, 甲板破开了一个洞。 然而路飞并没有就这样收手, 他以下落的姿势, 双拳急速挥舞, 如同发射机关呛斑轰向克洛。 克洛不断地撤退, 路飞的拳头如雨点斑砸在甲板上, 再一次加剧了他的破损程度。 被麻烦的家伙盯上了, 得改变策略。 克洛转瞬间就做了决定, 双爪交叉在胸前, 脚步微顿, 气势立刻变了。 无声步骤起, 他几乎是悄无声息地感到路飞从空中落下的点位。 石炳利刃仿佛突然闪烁的雷霆, 斩向路飞。 翁, 路飞没能看清斩机, 可是却靠着恐怖的敏锐直觉, 把头一缩, 拨过了斩机。 他的双臂趁势缠在了克洛的手臂上, 把自己的身躯扭成麻花状, 在瞬间放松, 像是齿轮一样带动着克洛, 两人在半空中旋转, 砰的一声, 一同砸在甲板上。 克洛被砸在地上, 都不明白, 路飞为什么会选这种貌似失去理智的两伤打法。 转头一看, 就发觉路飞已经爬起身来, 心中惊愕。 原来, 路飞自小挨得独打数不胜数, 再加上橡胶裹食体质减伤, 这种打法根本算不了什么。 克洛不敢怠慢地将身弹起, 路飞的拳头就已经击向面门。 可是树柄飞刀在这时速速地扎中路飞的手臂, 刀刃入肉的疼痛, 让路飞的拳头短暂地顿了一下, 给了克洛及时撤走的机会。 好痛。 路飞拔出飞刀, 就听见空中传来巴基那狂妄阴险的大笑。 索隆看着这艘船上三个妖魔鬼怪般的人物, 心中一领, 知道越拖越对他们不利, 更别说那位戴维琼斯还没出手, 他此刻的压力可想而知。 他转头看向戴维琼斯,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深海阎王依旧没有加入战场。 怪人只是安静地望着并不平静的海面, 双眼出神。 看着海面, 海上有什么东西吗? 索隆这一时刻已无暇顾及戴维, 琼斯究竟看到了什么? 那么, 戴维琼斯在看什么呢? 他在看一排木筏, 木筏在汹涌的海水上飘荡, 像是下一刻就会轻浮, 而一个男人却安稳如山地坐在木筏上, 一柄出奇巨大的黑刀悬挂在他的后背。 这排简陋的木筏, 眼看就要撞上恐怖幽灵号的船底, 然后撞个粉身碎骨。 但是木筏上的男人, 却丝毫看不到慌张的神色。 他将手伸到了背后, 缓缓抽出那柄巨大如十字架的黑刀, 在空中一顿, 凛然地朝前斩出了一刀。 坑! 一道青色剑气瞬间浑然天成, 像是鲨鱼海王类的背弃般破开翻涌的海面, 机设向恐怖幽灵号, 不可思议地将整艘黑船砍为两半。 坑! 恐怖幽灵号被拦腰斩断, 如摩西分海的神迹一样, 让出了一条宽大的道路, 任由这个男人的木筏通过。 黑船上混战的众人猝不及防, 骇然变色, 都在船身倾斜间各自抓紧身边的物体。 唯独戴维, 琼斯对恐怖幽灵号遭受的重创并不在意, 在他的意志下, 这艘船很快就会愈合如出, 就像是他那副能够再生的躯体一样。 他真正在意的, 是那个举着十字架长刀的男人, 是怎么斩出威力这样惊人的斩机。 当才一闪而过的凛然气势, 又是什么? 戴维琼斯敏锐的察觉, 他似乎触及到这个世界的另一套力量法则, 一股全新的能力出入争容。 索隆则几乎被整到剑气正面击中, 在他都还没能反应过来之前, 脚下甲板就猛地朝两边分裂, 露出了悬崖峭壁般的高度。 他静止坠落下去, 眼看就要掉进海里。 恰巧这时, 木筏随着波浪起伏赶到。 索隆东的一声落入附近冰冷的海水中, 他冷静地控制躯体, 顺利地游上了海面, 双手搭在了木筏上。 木筏上坐着的男人冷漠地看着他, 索隆抹掉脸上的水珠, 在看清木筏上的男人面容后, 露出不敢置信的神情, 随后就是兴奋的喜悦, 他因激动而颤抖着爬上了木筏。 鹰眼乔拉克尔米霍克。 索隆浑身湿漉漉地, 还在滴着水, 狼狈不已, 却咧开嘴笑着, 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你, 看来我不需要去伟大航路了。 留着落腮湖的米霍克疑惑地抬头, 鱼点打在茂岩上, 迪达作响,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就足够了索隆重新摆出三刀流架势, 气势甚至比在恐怖幽灵号上更盛, 像是一头凶兽, 我是来挑战你, 然后成为世界第一大剑豪的男人, 罗罗诺亚索隆。 他从不嘲笑路飞的海贼王梦想, 正如路飞也从不嘲笑他的世界第一大剑豪梦想一样, 而世界第一大剑豪米霍克, 就在他的面前, 似乎距离实现梦想只剩一步之遥了。 不, 其实他清楚他们两人之间必然有实力差距, 可是越是这样, 越是要拔刀挑战, 否则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超越米霍克。 见识吗? 米霍克打量了索隆一番, 然后伸手取下胸前的十字架项链, 从中拔出一柄小刀, 好像很有趣。 那就来打发一下时间吧。 可惜戴维琼斯的双模无法看穿表象, 要不然他就能知晓那个乘坐木筏的男人, 刚刚一瞬间到底动用了什么力量。 当木筏顺利使出恐怖幽灵号残传之间的空隙时, 他看到索隆爬上的那一张木筏, 似乎与那个男人产生了冲突。 他们认识戴维琼斯, 在喃喃自语间, 就注意到自己身边的情况, 原来你也在这里。 在不远处的船舰栏杆上, 路飞像是猿猴一样双手双脚蹲在上面。 他也看到了下方索隆与那人开启了战斗, 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伙伴。 恐怖幽灵号此刻被一分为二, 克洛、亚尔利塔、巴基在船头一侧, 而戴维琼斯与路飞则恰好在船尾一侧。 章鱼大叔路飞的草帽被狂风刮地飞了起来, 他伸手按住, 我和索隆已经约定好, 只要拿到你的悬赏金, 他就会成为我的伙伴。 我一定要打倒你。 是吗? 戴维琼斯听着这青色的言语, 右手的三条触手摆动着, 正好我找你说的那个索隆, 还有木筏上的人有事。 希望他们会回头来找你。 他以为路飞、索隆、 与米霍克有某种关联。 路飞从船舰边跳了下来, 一边喊着橡胶橡胶, 一边踩着拖鞋在湿滑的甲板上奔跑。 由于只剩一半的船尾是倾斜的, 他往下冲来的速度几乎不可控制。 戴维琼斯的三条触手探出, 几乎要抓住路飞, 却被路飞灵活地从空隙间跳过。 可是他也同时越过了戴维琼斯, 飞向了海面。 如果身为恶魔果实能力者的路飞落入海中, 诅咒生效, 他就几乎不可能主动浮上海面了。 不过路飞的能力足够随机应变, 他转腰侧身, 一只手臂就伸长出去, 缠住了船舰栏杆, 想要借助他回到甲板上。 修,随着手臂缩短, 路飞距离甲板的位置也越来越近, 却看到戴维琼斯举起一把手枪, 枪口对准了他。 他连忙单臂护住了眼睛, 至于子弹达到其他位置, 他都是不怕的, 因为他的橡胶体质不仅能做缓冲, 而且还能将子弹反弹回去。 但是, 戴维琼斯的手呛子弹, 并不是普通的子弹。 呛反。 他故意站在路飞即将弹回来的位置, 呛口喷得开火。 一粒恐惧情绪凝聚的子弹, 立刻就击中了路飞的胸膛。 他也的确反弹了出去, 可是效果触发了。 路飞发觉浑身僵硬, 再也没有之前的灵活自如, 就好像躯体完全不属于他的一样。 砰的一声, 路飞砸在了甲板上。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一条触手就紧紧缠住了他的腰, 另一条缠住了他的双手, 最后一条缠住了他的双脚, 将他提了起来, 拉到了戴维琼斯的面前。 还不能杀你, 戴维, 琼斯望着在他触手之间挣扎的路飞, 或许可以和他们做一笔不错的交易。 路飞拼命地想要摆脱触手缠绕, 却发觉触手的力量惊人。 他只好伸长驳梗, 想要用头锤攻击戴维琼斯, 却被戴维琼斯伸长了触手, 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令路飞的头锤落空了。 戴维琼斯的触手越伸越长, 直接将路飞整个人浸在了海水里。 咕噜噜, 对常人来说, 身躯被控制的情况下 泡在水里是一种刑罚, 更不用说天生若于海水的恶魔果是能力者了。 路飞在海水之中双手双脚拼命翻动着, 咕噜噜地冒着炮, 可是不久之后, 手脚滑动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直到停止。 戴维琼斯这才把路飞从海水中抽了出来, 放到了甲板上。 此刻的路飞已经双眼翻白, 昏了过去。 而恐怖幽灵号两截船身, 也在这一刻自觉地恢复了平衡, 并相互靠近着。 原本的断口正直嘎直嘎地连接在一起, 整个复原过程相当野蛮, 有些部位甚至错位了也要强行嵌合。 亚尔利塔, 巴基, 都没有多少意外。 此刻真正意外的人, 正站在木筏上。 米霍克接受了索龙的挑战, 先是用小刀应战。 后来, 他有敢于索龙的坚忍, 决定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 这才拔出了那一柄看似柔和, 实则锋利无双的黑刀, 叶。 他用斜斜的一刀, 轻松地将索龙砍翻在木筏上, 鲜血喷涌, 染红了木筏下的海浪。 相信这一刀, 会让索龙印象深刻, 令他明白, 自己与世界第一, 大剑豪之间有多大的差距, 希望他到时候还有勇气敢来挑战自己。 正想怎么处置索龙时, 米霍克转眼间就注意到, 自己随手劈开的黑船,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又重新整合到了一起, 就好像从来没有被斩断过一样。 如果不是脚边躺着重伤的索龙, 米霍克甚至以为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一艘连斩机都无法斩断的船吗? 他有了些许兴趣, 摆动黑刀, 插入海水中猛然一滑, 木筏就改变了行径方向, 冲向了那艘黑船。 我不敢看下去了乌索普双手抱头, 神情绝望, 他们两个一定死定了。 那美莫然, 同时也在瑟瑟发抖着。 他们待在梅丽号上, 几乎看完了陆飞与索龙被打倒的全过程。 实在太惨了, 先是那艘黑船被一股剑气砍为两半, 然后是索龙在木筏上与一个男人交手, 反而被砍倒在木筏上, 生死不明。 另一边的陆飞也被戴为穷似按在了海水里, 一会儿就没有了动静, 同样不知道是死是活。 他们两人是无法理解陆飞与索龙的。 既然打不过这两个怪物, 好不就行了, 大不了认怂也行, 为什么非要拼上性命呢? 下一刻, 又有两件奇异的事情发生在眼前。 那艘黑船竟然奇迹般地拼接到了一起, 从外部看去, 完全看不出有被斩棘过的痕迹。 而搭载着那位黑刀剑士与索龙的木筏, 居然在汹涌的海浪中轻易地掉头, 又像是利剑般, 抑着海流方向, 撞向了黑船。 怎么回事? 到底要发生什么? 乌索普与纳美越来越看不明白眼前的局势了。 他是谁? 戴维琼斯看着木筏急速靠来, 不由地问道。 船长, 他是鹰眼米霍克。 巴基对于伟大航路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他是世界第一大舰豪, 同时还是王下七五海。 王下七五海。 第一个称号, 戴维琼斯听明白了, 第二个倒是有些困乎。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世界政府承认的海上势力或战力, 他们投靠世界政府, 为世界政府办事, 世界政府将不再通缉他们, 也承认他们现在占有的领地。 戴维琼斯听到这里, 就心生厌恶。 一方面是这所谓的王下七五海为世界政府办事, 实在有点像他当初受制于人而被迫帮助政府的情况, 这让他想起许多不太愉快的事情。 另一方面, 他察觉到这个世界的世界政府, 同样喜欢用黑手套来制衡海贼, 不过,戴维琼斯就算在不喜欢王下七五海这个称号, 也不会因此就看清米霍克。 光从他随手就能展开黑船的斩机, 就知道他的实力远在戴维琼斯之上。 可是,戴维琼斯同样不愿意就这么离开。 因为他察觉到, 这个世界的另一套力量体系, 已经在向他敞开大门, 现在只需要查清楚那是什么就好。 他猛地跳到了半空中, 从黑船上一跃而下, 然后突然消失了。 巴基等人吃了一惊, 明明已经见识到米霍克的可怖战力, 船长竟然还要迎上去。 眨眼间,戴维琼斯就顺移到了木筏上, 站在了米霍克的身侧, 借钱重击向他的背心。 而米霍克却好像早已经看透了一样, 黑刀挡在背后, 不仅隔挡住重击, 而且还刀身倒转, 黑光一闪, 将戴维琼斯的整条左臂砍了下来。 吃, 鲜血淋漓间, 血液就像是针线一样, 又将戴维琼斯飞出去的左臂给扯了回来, 断口蠕动着愈合起来。 恶魔果实。 虽然有些不可思议, 鱼人竟然会放弃海水里的优势, 但是这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同时还能解释之前与现在发生的一切。 戴维琼斯却没有回答他, 反而问道, 你斩棘船身时发出的那股杀意, 气势, 是什么力量? 看来我们彼此都有想要了解的事情。 米霍克挥刀砍来, 迅如闪电, 那么就用战斗的方式, 决定由谁来坦白吧。 黑刀还没砍到, 戴维琼斯的触手早已经拔出手枪射击。 砰。 然而子弹却落空了。 米霍克再一次察觉到了某种危机, 闪身飞跃了出去, 站在了海面上。 他的脚下只踩着一小块从木阀上踩断的木板, 就这么在翻腾的海浪间保持了平衡。 千奇百怪的手段米霍克评价道, 你是什么人? 米霍克, 其实就是克里克海贼团在第七天遇到的强敌, 也是他以一己之力, 毁灭了克里克海贼团的舰队, 并因为想要打发时间, 而从伟大航路来到了东海。 米霍克故意让克里克海贼团先跑几天, 他再慢悠悠地追上去, 就像是猎人在森林中追踪猎物一样。 这些天里, 他没有关注新闻报纸, 就算关注了, 也不会特意翻看东海这边的新闻。 至于摩根斯关于戴维琼斯的大新闻, 数天前, 才开始登载在自家的世界经济新闻报刊上, 影响程度也在逐渐酝酿。 因此, 米霍克并没有认出深海阎王戴维琼斯。 戴维琼斯没有回答, 而是专注于眼前的战斗, 他知道自己处于绝对的劣势, 不会因为自己有再生能力就可以翻盘。 他必须要抓住身边可以利用的一切。 而现在, 他可以利用的, 就是这片大海。 海面之下, 就是他的主场。 戴维琼斯毫不犹豫地走入海水中, 直接缠了下去, 消失了踪影。 米霍克双眼眯了起来,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连续发生了数次出乎预料的事情。 显然, 这个愚人不可能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除非他想要跳海自杀。 那么, 他的能力是什么? 又是怎么来的? 就耐人寻味了。 他感觉着戴维琼斯在海水洪流之中穿梭自如, 就像是完全没有障碍一样。 米霍克是叹性地挥出数道剑气, 每一次都像是当时斩断恐怖幽灵号一样, 气势惊人地劈开海水, 可是每一次都没能击中目标。 而戴维琼斯也时不时地攻击他脚下的木板, 似乎打算把他拖入海水中, 再解决他。 一发发水柱如龙一般腾空而起, 足以击碎完食。 如果不是米霍克感觉敏锐, 反应也足够快, 好几次就差点让戴维琼斯得逞了。 在海水中, 欲是往下潜, 人类的力量就越弱, 鱼人的力量就越强。 米霍克不愿意到海水之中作战, 这会大幅度地削弱他的战力。 在这种状况下, 想要战胜戴维琼斯, 看来需要付出不少代价。 米霍克心中暗存着, 他想起了自己那位还算挺熟悉的朋友, 就是一时不慎, 在东海丢了手臂。 东海, 东海, 又是东海, 看来这里藏龙卧虎, 并不是传闻中的最弱之海。 如果继续和这位鱼人缠斗下去, 我会不会也付出某些不可接受的代价。 他那位朋友也是一位剑士, 失去手臂后, 光凭剑技拼斗, 水准不可避免地下滑。 失去手臂, 就为了斩杀一个鱼人, 或者逼迫他说出一些情报。 对于米霍克这位大剑豪来说, 利益与代价实在太不对等。 于是, 他将身体一跃而起, 然后轻轻地落回到木筏上, 随后将黑刀插回身后刀鞘, 缓缓地坐了下来, 主动释放了善意。 我想, 我们还是谈谈吧, 各取所需。 米霍克感觉到海水之中的暴动, 在不久后平静了下来, 接着他就察觉到戴维琼斯就在木筏的正下方, 并且逐渐向上升起。 他正疑惑戴维琼斯为什么不游到木筏边缘, 在爬上来时, 就看到木筏上出现一撞。 有一块区域像是融化了一般扭曲着, 先是出现一顶三角帽, 然后是戴维琼斯的头颅。 很快, 戴维琼斯整个人就站在了木筏上, 他竟然就这么直接穿过了木筏, 而木筏却毫发无损。 米霍克按下心中的惊恶, 维持住了表面上的平静。 这果然是一个出其不意的怪人。 于是, 一张木筏上, 就站着戴维琼斯, 坐着米霍克, 躺着索龙, 一时间显得有些拥挤。 再打下去, 我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米霍克再度翘起二郎腿, 双手搭在膝盖上, 不如交换情报, 然后就此别过, 下一次我们相遇, 再分出胜负。 只要有情报, 做好准备, 下一次战斗就能更轻松一些。 这是米霍克的想法。 我喜欢与人交易戴维琼斯按着三脚帽, 坐在了木筏上, 算是同意了。 你先说, 你的那股杀意与气势混合的能力, 是什么? 那叫霸气米霍克没有犹豫, 直接解释道, 那是可以武装到身体各个部位, 甚至于武器上的力量。 事实上, 他这里隐瞒了霸气的大部分内容, 他提到的只是武装色霸气, 并没有提及霸气的其他分类。 霸气, 这是一个全新的能力, 戴维琼斯还是第一次听说, 因此对他一窍不通, 不过之后可以让亚尔利塔, 巴基与克洛他们去调查。 随后, 米霍克问道, 你的能力不是恶魔果实能力, 那是什么? 鱼人的体质超乎常人戴维琼斯解释道, 而我的体质又超越一般的鱼人, 拥有了全身再生愈合的能力。 事实上, 戴维琼斯这里也隐瞒了大部分事实, 他的能力与鱼人体质无关, 并且也不是全身都能再生自愈。 果然是棘手的能力, 米霍克点着头。 因为有相当多细节证明, 霸气不止于此, 体质也绝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真实是怎样, 已经无所谓了。 米霍克将索隆交给戴维琼斯处置, 这场交锋就到此为止, 他坐在木筏上扬长而去。 戴维琼斯临着暴雨回到了甲板上, 拖着索隆的一条腿, 将他丢到了同样昏迷不醒的路飞身边。 这次收割到的恐惧情绪, 自然也是毛骨悚然, 而且数量与质量远比之前几次都要高, 他马上给自身来了一波强化。 令他惊讶的是, 他获得的新能力, 就是鹰眼米霍克刚刚才提及的霸气, 而且还要更全面。 霸气远不止米霍克所说的武装色, 他还有剑纹色与霸王色两大分类。 而戴维琼斯, 这时候就是获取了最基础的武装色与剑纹色, 同时得到了不受控制的霸王色。 他的攻击、防御、感知等都得到了提升, 又因为自身曾为王者的资质, 毫无疑问地, 获得了百万人之中才有一位的霸王气势。 除此之外, 戴维琼斯的出手数量增至四条, 收割恐惧情绪的范围再一次扩大, 足以覆盖一个规模较小的村镇。 亚尔利塔见到船长平安归来, 当然大喜。 而巴基与克洛在看到他前去, 与世界第一, 大剑豪拼斗, 心中没有胡思乱想。 这是不现实的, 不过一切心怀鬼胎都在戴维, 琼斯归来后烟消云散。 船长果然有一手, 他们都没能想到, 戴维琼斯在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竟然利用大海这一优势, 抗衡住了米霍克的攻击, 并最终促使米霍克离开。 不仅如此, 回到恐怖幽灵号上的戴维琼斯, 仿佛身上都带有某种更凌厉的气势, 令亚尔利塔与克洛感觉到了不安。 而巴基是接触过最强一批人的霸气的, 因此敏锐地察觉到了船长气势变化的原因, 不由得暗暗吃惊。 刚才,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之后, 在戴维琼斯的意念之下, 恐怖幽灵号不再释放暴风咒语, 然而天色依旧阴沉灰色。 他低头望着紧闭双眼的路飞与索龙, 触须如动着, 想起刚才米霍克临走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戴维琼斯经过友好交谈, 米霍克已经知道他的名字, 看在我的面子上, 帮我把这个叫做罗罗诺亚, 索龙的男人送到安全的地方。 米霍克没有多谈原因, 只是隐晦地表达了对索龙的看重, 戴维琼斯也没有多问, 答应了下来, 反正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索龙的性命被米霍克保住了, 那么他的同伴呢? 戴维琼斯望向路飞, 发觉他原本挂在脖子前的草帽不翼而飞, 转头一看, 竟然在巴基的手里。 巴基发觉船长看了过来, 目光投射到他手中的草帽上, 红鼻子抖了抖, 不由地露出尴尬的神情, 解释道, 船长, 啊, 这顶草帽原来的主人, 我认识。 哦, 说来听听, 巴基迟疑了一下, 还是说道, 他上一任主人, 应该是红发香克斯。 红发香克斯? 戴维琼斯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可是亚尔利塔与克洛却是不止一次地听过, 简直如雷贯耳, 他们都面露惊诧神色。 这个香克斯, 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吗? 戴维琼斯注意到众人神色怪异, 问道, 巴基有些不好说话, 尤其是说香克斯的好话, 他说不出口。 于是, 身边的亚尔利塔有些紧张的戴维解释说, 船长, 红发香克斯是伟大航路上四皇之一, 是世人皆知的大海贼。 四皇? 那又是什么? 四皇就是伟大航路上的四大海贼势力, 足以与海军抗衡。 亚尔利塔没想到船长竟然连这个都不知道, 伟大航路后半段, 基本都是他们的地盘。 先是七五海, 然后是四皇。 伟大航路上的割据势力真的多啊, 同时也可以看出, 世界政府的统治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亚尔利塔狐疑地看着船长, 心中疑虑重重。 自从跟随船长以来, 他从未问过船长的过去, 他也只当船长, 是与传说故事人物同名。 但是, 现在看来, 难道说船长真的是那个戴维琼斯吗? 否则怎么解释他拥有一身奇特的能力, 同时又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 他可以合理地推断, 飞翔荷兰人号的首任船长戴维琼斯, 是不是遭遇了什么, 被封印到了海底, 直到最近才苏醒。 眼前的戴维琼斯船长, 真的就是那位深海阎王。 亚尔利塔越想, 越是头皮发麻, 脑海中一遍遍地回想起, 他当时出遇船长与恐怖幽灵号的场景。 而戴维琼斯则在这时看向了巴基。 那么, 你为什么会认识四皇之意呢? 亚尔利塔的思绪被打断, 惊讶起来。 对啊, 巴基为什么会认识红发香克斯? 克洛同样有这样的疑问, 眼睛下的双眼锐利地观察着巴基。 呃。 巴基脸色一僵, 他以前还不是四皇时, 我与他认识, 不过后来他在伟大航路上拼出名声, 我则是回到了东海。 他没有细说, 主要是那不仅涉及他与香克斯的过往, 更涉及到这顶草帽上上任主人。 这顶草帽, 他以前一直戴着。 巴基补充道, 我拿过来看过几次, 很熟悉, 所以确定是他的。 众人都感觉到巴基隐瞒了不少内容, 可是戴维琼斯都没有开口追问, 其他人更不可能继续问下去。 况且, 一个窝在东海的海贼, 曾经认识那么一个大人物, 也算不上很难理解的事情, 大人物也有还未发迹的时候。 众人虽然接受了巴基的说法, 但是新的疑问又来了。 这个陆飞, 又是怎么认识香克斯的? 为什么能从香克斯那里得到草帽? 呵, 戴维琼斯却对这些事情失去了兴趣, 无非就是这个人认识那个人, 那个人认识这个人的纠葛, 和他没有关系。 众人也感觉到, 船长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并不想深入了解, 于是都打住了话头。 巴基, 把草帽还给他戴维琼斯做出决定, 不管他们是四皇欣赏的人也好, 还是七五海看中的人也罢, 对我都已经没有用处了。 三位船员都看向他, 心想, 船长的意思, 难道是要把他们两个都杀掉? 可是, 戴维琼斯却说道, 我答应了米霍克, 会送索隆到安全的地方, 既然陆飞是他的同伴, 那么就顺便一起送走吧。 他接过巴基手上的草帽, 带回到陆飞头上, 然后两条触手缠住了陆飞与索隆, 将他们拎了起来。 只不过, 我并不是他们的护卫。 戴维琼斯忽然话风一转, 我没有那么空闲, 亲自把他们送到陆地上。 戴维琼斯将陆飞与索隆高高举起, 面对着在远处的梅利号, 弯腰如同一张弓, 猛地将他们给甩了出去。 三位船员看到这一幕, 都吃了一惊。 呼, 在呼啸声中, 陆飞与索隆两具躯体, 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精准地砸到了梅利号的甲板上, 将甲板都给砸碎了。 砰。 船上一直在观望的乌索普与纳美, 都被突然甩过来的两道黑影吓了一跳。 他们连忙缩在角落里, 望着甲板上的坑洞, 有些不知所措。 你过去看看纳美拿着防身的木棍, 戳了戳乌索普的腰, 看看那是什么。 我得了一种病。 乌索普刚想要挤出有病痛的模样, 就被纳美推了出去。 乌索普没能保持平衡, 碰了一声倒在甲板上, 长鼻子都折了一下。 他只好立刻趴起身来, 揉了揉长鼻子, 然后警惕地望着那个坑洞。 等他举着弹弓, 慢慢靠近, 发觉坑洞中只是陆飞与索隆时, 不由地愣住了。 喂。 纳美在后面喊道, 看到了吗? 里面是什么? 乌索普放下弹弓, 说道, 是陆飞和索隆, 好像都失去意识了。 啊。 纳美正住了。 按照他们两人原本的猜想, 陆飞与索隆肯定是死定了, 没想到对方竟然将他们送了回来。 这是什么意思? 纳美是叹心地走了出来, 在发觉周边真的没有什么危险后, 与诧异的乌索普站在一起, 盯着坑洞。 先把他们抬到房间里再说, 索隆看起来伤势很重。 我也是这么想的, 固然, 远处传来轰隆一声。 乌索普与那美像是惊弓之鸟, 吓得浑身发抖, 立刻抬头看去, 然后就看到那艘黑船似乎直接撞在了之前, 留在附近的军舰上。 可是, 预想之中, 两船相撞, 一同损毁的场面并没有发生。 反倒是那艘军舰竟然莫名其妙地开始解体, 被黑船彻底撕碎, 船体碎片散落到海浪之中, 又通通卷入黑船之下的深渊之中。 随后, 海上扬起了浓雾, 黑船逐渐隐没在海雾中, 失去了综艺。 简直就是恐怖故事中的船。 乌索普摇着头, 长鼻子晃动着, 反正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们了。 看到一次我都觉得自己的寿命要减半了。 那美则再一次陷入了沉默。 那位渔人船长, 戴维琼斯, 与他所接触到的阿龙海贼团的渔人, 作风并不像。 阿龙他们是不会放过胆敢违逆他们的人的。 不过, 这么多年的相处, 那美知道渔人这个种族极度排外, 同时又非常注重同胞之间的感情。 万一阿龙与戴维琼斯相遇, 他说服了戴维琼斯, 与他一同联手, 不仅要统治他的故乡科科亚西村, 及周边村镇, 而且还要控制整个东海, 那怎么办? 两大恶人联手, 到时候会有多少无辜的人, 死在他们手里。 那美一想到这个危险的可能, 就不由得浑身冰冷。 别咧别咧别咧, 电话虫尼泰初咬着两根雪茄的形象, 在摇晃的船舱里发出声响。 老鼠上校有海军尚未提醒到, 罗格镇的斯摩格上校打电话来了。 他话语中的两个上校, 不是一个级别的上校, 老鼠上校是属于海军支部的, 斯摩格则是属于海军本部的, 斯摩格要高好几个层级。 原本看着墙上海图的老鼠上校转过身来, 手指搓着他像是老鼠一样的稀疏胡须, 盯着电话虫, 眼珠子转了转, 这才走上前来, 拿起话筒。 喂, 是斯摩格上校吗? 老鼠上校马上换了一副毕恭毕敬的态度, 我是老鼠, 不好意思, 刚才在忙着巡逻海域的事务, 没能第一时间接到您的电话。 客套话就不用说了话筒那边传来有些冷淡的, 沧桑的声音, 老鼠上校, 我现在向你传达来自海军本部的命令, 你留下几艘军舰维持管辖区秩序, 带着其余军舰, 马上赶到罗格镇来。 啊, 老鼠上校面露惊诧, 贼溜溜的眼珠转得更快了。 斯摩格上校, 这是发生了什么? 本部下达命令, 要在那个所谓的深海阎王进入伟大航路之前, 不惜一切代价, 将他逮捕或者击杀。 老鼠上校这才有些恍然, 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地带为穷斯啊。 本来不过是一个借着深海阎王名头, 扬起大气的无法无天的恶人罢了。 被世界经济新闻报刊这么一报道, 事情就大了。 这一次海军本部很重视。 斯摩格在话筒那边说道, 作战指挥工作将交由卡普中将负责, 并从本部调来了提纳上校, 他们应当很快就会抵达罗格镇。 啊! 老鼠上校越发惊恶, 连卡普中将和提纳上校都来了。 事情这么大。 斯摩格上校, 我保证, 三天内。 不, 两天内立刻赶到罗格镇。 还有, 你去联系那个贺波迪, 追了克里克海贼团的残军, 不知道追到哪里去了, 电话也不接, 联系不上, 让他也来罗格镇。 斯摩格的语气有些严厉, 明白。 老鼠上校应道, 听说克里克海贼团就剩三艘船了, 贺波迪上位总不能翻车的, 估计是完成任务后, 到什么地方喝酒去了。 我马上找找他, 问你抓紧。 斯摩格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看着电话虫安静下去。 原本面带产妹笑容的老鼠上校立刻拉下脸来, 哼, 关不大, 架子还挺大。 整个东海, 谁不知道你得罪了本部的人, 才来这里的。 老鼠上校将电话虫放下, 旁边的上位就问道, 上校, 那我们这, 还去可可亚西村吗? 去啊, 为什么不去? 老鼠上校搓着胡须, 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都说好了的, 当然要去。 上位在一边点头哈腰, 老鼠上校眼睛转了转, 又有些不放心起来, 我们这趟的路线, 够隐秘吧? 不会被人拍下照片来吧? 不会的上位立即说道, 阿龙那边已经提前轻走了附近的村民, 我们只要过去就行了, 其他不用我们管。 老鼠上校点了点头, 但还是说道, 就算是这样, 你也要让人仔细看清楚, 有没有外人在周边。 现在这时候, 海军本部来了这么多人, 要是查出来了。 呵呵, 我明白, 我立刻就去办。 上位行了军礼, 转身走出了船舱。 老鼠上校叹了一口气, 翻起桌面上的悬赏令, 拿起其中一张, 赫然是深海阎王戴维琼斯的悬赏令。 因为世界经济新闻报纸的两期报道, 关于流传与水手与海贼之间的恐怖传说人物, 重现人间, 这个话题被炒得火热。 悬赏金倒是没有再提升, 被海军本部给压了下来, 但是没想到, 本部忽然雷厉风行地决定联合围剿, 甚至还让海军本部的卡普中将来指挥, 规格非常高了。 尽管卡普中将原本是为了调查蒙卡上校之死, 而回到东海故乡的, 这才顺带被指为了总指挥, 可是这已经充分证明了海军本部的决心, 那就是一定要让那位所谓的深海阎王, 没办法到伟大航路上继续散布恐慌, 而是关到推进城去, 或者直接处刑。 处刑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 因为戴维琼斯杀了一位海军支部上校, 性质恶劣。 虽然卡普中将亲自到谢尔茨镇调查时, 查出了蒙卡上校的一些鱼肉箱里的罪证, 但是他毕竟是支部上校, 不是说杀就能杀的。 像戴维琼斯这种人, 尤其还是性质比较敏感的鱼人, 一定要第一时间清理掉, 否则后患无穷。 同时, 老鼠上校也想到了自己, 万一卡普中将查到了自己头上, 这里的事, 还能瞒得下去吗? 都怪那个戴维琼斯, 都是鱼人, 怎么差别就这么大? 阿龙这么会来世, 直到分寸, 他就这么嚣张, 到处乱搞。 老鼠上校将悬赏令扔到桌面上, 气得胡子都竖了起来。 不行, 被赶紧解决戴维琼斯, 然后把卡普中将这位大神给送走, 否则夜长梦多, 大会也要提醒阿龙, 他们这一段时间都安静一点。 这时, 上位又走了进来, 上校, 我们快到可可亚西村了。 好老鼠上校站起身来, 你去想办法查查海军本部上位赫波迪, 还有他的军舰都去了哪里, 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的。 他们之前走得急, 只带了一个电话虫。 上位猜测道, 估计是弄丢了, 或者电话虫死了。 我这就去查查他们最后出现在哪里。 记得快点查出来, 是。 老鼠上校背着双手, 走到了船舰边, 往岸边看去, 突然皱起了眉头, 天上怎么冒起浓烟了。 上位一看, 果然是这样, 天空已经被一团团浓烟包裹, 似乎是燃起了一场大火。 可可亚西村旁边, 这里事后是阿镇。 上位小心翼翼地回答, 这里也是阿龙他们的地盘吧。 老鼠上校摆着脸, 怎么把事情闹得这么大, 还把镇子给烧了。 他是真不怕海军本部来人, 搅了他们。 本部的确没人来过上位笑了笑, 倒是有一位支部的海军将领, 私自决定领兵过来讨伐。 之后, 他们就遇上海难了。 这事情还用你说? 老鼠上校明显嘴唇发抖了几下, 报告就是我写的, 他们自己准备不足, 又遇上恶劣天气, 船翻了, 这能怪谁? 是, 是, 是上位又点头哈腰起来。 他们的军舰悄悄地驶过了冒起浓烟的后杀阵, 又开过相当宁静的可可亚西村, 终于来到了阿龙海贼团的大本营, 阿龙公园。 老鼠上校和两位随同的士兵一同走下军舰, 马上就有两位长相怪异的鱼人走来, 看到是老鼠上校那张脸, 又看到没有陌生人后, 就直接放行了。 老鼠上校等三人一路畅通无阻, 来到了公园深处, 在一处屋檐底下, 见到了这里的主人, 阿龙。 阿龙是锯齿鲨鱼人, 身材高大壮实, 鼻子是尖锐的锯齿状, 双手手指之间长着鱼谱。 他看到老鼠上校来了, 发出爽朗的大笑, 哈哈哈哈。 老鼠上校, 我就在想, 你是今天, 还是明天来拿月钱? 坐吧, 老鼠上校坐下。 有些局促不安地看了看身边的鱼人, 个个都凶神恶煞, 再看自己身后的海军士兵, 额头冒汗, 怎么看都不靠谱。 阿龙摆了白手, 立刻有人拿了一叠厚厚的纸币过来, 他递给了老鼠上校。 老鼠上校收了, 然后说道, 阿龙, 我跟你说, 海军本部最近给我的压力很大, 你们那些费用什么的, 暂时就先别收了, 还有那个后杀阵是怎么回事。 有人不听话, 不交钱, 那就连坐, 整个阵子都涂了。 阿龙笑道, 仿佛这是一件无人在意的小事, 本不能给你什么压力。 有人举报了, 是谁, 我会派人去解决他, 肯定干干净净。 老鼠上校被阿龙身上那股沙一吓到了, 有些畏畏缩缩起来, 你别闹了, 还闹出这么大的事。 知道谁现在在东海吗? 英雄卡普, 当他知道了, 我们都得死。 卡普吗? 阿龙嚣张的笑容也收敛了一些, 呵呵, 我知道了。 那我走了, 老鼠上校也不管阿龙, 到底听没听进去, 只想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要不然让村民发现我巡逻到这里来, 就麻烦了。 哈哈哈哈。 阿龙大笑起来, 他们肯定已经猜到了, 你藏着有什么用? 老鼠上校摆了白手, 和两个士兵掉头就走。 阿龙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拐角, 脸色阴沉下来。 亚尔丽塔在哗啦啦的海浪声中醒来, 他坐在木板床的边缘, 揉了揉心松睡眼。 他的房间还算大, 至少比他原来海贼船的船长房间要大, 家具也基本齐全。 可是他来到了这艘船上的第一个星期, 都是失眠的。 没有办法, 换水独自一人, 刚到这么一艘诡异的船上, 时不时地能听到那长了触手的船长, 走在木板上发出的直嘎直嘎声响, 都是难以入眠的。 不过, 现在不一样了, 他在恐怖幽灵号上适应了一个多月, 对于他来说, 恐怖幽灵号已经相当熟悉, 没有那么多令人害怕的点了。 作为曾经的女海贼, 生活节奏粗犷的他, 只是简单洗漱, 整理了一番就走出房间, 奈何他吃的恶魔果实实在太好, 就算不打理, 容貌, 皮肤与身材都是好好的。 甲板上没看到其他人, 亚尔丽塔打了一个哈欠, 在灰蒙蒙的清晨走到船头, 看着天边的鱼杜白。 哎。 巴基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他转身一看, 小丑正从船尾上方的瞭望台上爬下来, 昨晚是他职业, 亚尔丽塔, 你这么早就起床了。 作为恐怖幽灵号上最早的两位船员, 实际现在也就三位船员, 他们俩算是很熟悉了。 恩亚尔丽塔点了点头, 黑色如铺的长发在空中飞舞, 对了, 我的狼牙棒, 你修得怎么样了? 自从巴基能够制作巴基炮弹, 戴维琼斯船长又将克里克那一声盔甲与大战呛, 交给巴基研究后, 他基本就成了恐怖幽灵, 号上负责器械后勤的船员。 亚尔丽塔的狼牙棒在数天前与路飞, 索隆的交战中, 崩裂了几个口子, 这次他可不敢直接找船长修复, 只好去找巴基。 差不多了, 我还加了点新东西。 巴基忽然发出怪笑, 红鼻子抖动着, 看起来很滑稽, 他神秘兮兮地指了指自己的房间方向, 跟我来。 亚尔丽塔跟着巴基来到了他的房间, 很快就看到满地杂七杂八的物品, 有些是粉末, 有些是工具, 还有些是图纸。 巴基将放在架子上的狼牙棒提了起来, 然后交到了亚尔丽塔手里, 试试看。 好亚尔丽塔试着挥舞了一下, 重量按照他说的增加了, 比船长之前交给他的狼牙棒要衬手, 挺不错的, 那些崩口也没了。 对了, 你说的新东西, 是什么? 你试试看, 扭动狼牙棒, 最把狼牙棒砸在他脸上的冲动。 亚尔丽塔好奇地抓住狼牙棒的末端, 扭动了一下, 就听到咔嚓一声, 长柄的一小节被取了下来, 他惊讶地看了巴基一眼, 就看到小丑满脸得意之色。 他往长柄上取下的一小节中看去, 里面是中空的, 有一颗红色的小圆球。 亚尔丽塔将他倒在了手掌心里, 才发觉总共是两个, 一上一下的重叠了, 圆球之上都贴心地图了小丑图案, 算是他的商标了。 这是什么玩意? 亚尔丽塔做事就要往上抛起来。 巴基连忙慌张地阻止说, 别别别, 你小心点, 这是我研制的特制巴基蛋, 按到开关, 掉到脚底下, 足够炸断你一条腿了。 亚尔丽塔立刻攥紧了两颗红色圆球, 把他们都倒回到中空的柄子里, 你怎么不早说? 还好, 他也没有那么容易爆炸, 我只是让你小心点, 别误出开关了。 巴基摇头晃脑起来, 我还想着之后让他变得更小, 更方便携带, 并且威力还要提升。 亚尔丽塔把柄子接回到狼牙棒末端, 问道, 怎么只有两颗? 真打起来了, 两颗怎么够用? 我现在只做了两颗巴基摊着手, 说着调侃的话, 而且两颗也够你用了。 一颗用来对付难缠的敌人, 另一颗留下来自尽, 免得被俘虏了。 呼, 亚尔丽塔在这时出其不意地挥动了狼牙棒, 科洛对亚尔丽塔为什么殴打巴基不感兴趣, 或许说, 他对恐怖幽灵号上大部分事情都不感兴趣, 他用手掌扶了扶眼镜后, 就走向船头。 狼牙棒的确好用亚尔丽塔走了过来。 巴基爬起身来, 你这个混蛋, 看来, 今天我一定要让你见识一下本大爷的真正实力。 他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船长的声音从船舱内传来, 你们都醒了, 进来一下。 亚尔丽塔与巴基对视一眼, 这才暂时暗下冲突, 与科洛一起走进了船长的房间。 船长的房间, 是整艘恐怖幽灵号中空间最大的, 就像是一个音乐厅一样, 正中间摆放着一架陈旧的管风琴, 有一排排琴键, 又有竖起来向上的音管。 不管怎么说, 这个房间都太大了, 理论上讲, 以恐怖幽灵号从外部测量的空间来说, 不可能容纳下这么一个房间。 可是, 在恐怖幽灵号内部, 却真的实现了这一奇怪现象, 他的船舱远比外部看起来要大得多。 戴维琼斯从他的书桌上拿起一份海图, 递给三位船员看, 然后走到了管风琴面前, 坐了下来, 问道, 你们想要听什么? 亚尔利他与巴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船长, 他们倒不是没听过乐曲, 只是哪个海贼听完了, 还记得取名叫什么? 幸好科洛出生解围了, 那就宾克斯的美酒吧。 戴维琼斯对这一方面颇感兴趣, 所以专门搜集了这个世界的各种情谱, 当然也包括这首海贼之歌, 他没有犹豫, 弹奏起来。 当他脑袋下的触须与触手触碰到琴剑时, 整个房间都是那有些欢快, 又有些悲壮的乐声。 在宾克斯的美酒的伴奏下, 船员们很快看完了那张海图, 上面画着的是东海以及红土大陆。 戴维琼斯一直很难理解, 红土大陆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看都不像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 但不管如何, 它现在就是现实, 阻挡他前往伟大航路, 去往渔人岛。 很快, 我们会穿过红土大陆的颠倒山, 进入伟大航路。 戴维琼斯弹奏完毕, 转过身来, 有些事情, 是时候现在决定吗? 他站起身来, 船员们都倾听他的指示。 海军已经悬赏我们, 将我们视为一个以我为首的海贼团。 事实上, 他们并没有错, 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海贼的事情。 既然如此, 我需要一面海贼旗帜。 戴维琼斯注视着众人, 你们分别画一个海贼旗帜的图案来, 让我看看。 亚尔丽塔与巴基再一次傻眼了。 亚尔丽塔自小就挥舞着狼牙棒, 可是让他拿起画笔, 这就做不到了。 而巴基, 画得最好的就是自己的小丑图案, 可是他不要命了才会画这个上去。 倒是文学修养最好的克洛, 完全不慌不忙地站着, 神情镇定。 另外, 进入伟大航路之前, 我还有一些事要知道。 戴维琼斯说道, 你们要替我搜集两方面的情报。 一方面, 关于霸气, 另一方面, 则是关于东海的那群鱼人, 听说他们组建了一个鱼人海贼团。 霸气。 巴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 船长是怎么知道的? 不过仔细想想, 当时船长与鹰眼米霍克战斗过之后, 回来时就自带一种凌厉气势, 难道说船长在战斗中觉醒了霸气? 而米霍克又提到了那是什么? 他对这方面还算熟悉, 自己虽然不会, 但是从前那段时光里, 耳濡目染, 说出一些基础的东西, 还是没问题的。 于是他主动说, 船长, 霸气的事情, 我来调查。 这样一来, 就算他画不出戴维琼斯海贼团的旗帜图案, 船长也不会针对他了。 戴维琼斯点了点头, 亚尔利塔看到巴基已经机灵地接下一份任务, 于是也开口说, 船长, 调查阿龙海贼团所在地, 以及他们一些情况的事情, 就交给我吧。 他打算在恐怖幽灵号下一次靠岸补给时, 下去打听打听, 以他东海第一美人的形象, 事情应当不难。 可以戴维琼斯点了点头。 克洛侧头看了亚尔利塔与巴基一眼, 皱了皱眉。 这下只有他什么任务都没主动接了, 看起来太突出了, 心里暗骂这两个卷王, 然后就微微攻身道, 船长, 我有绘画的经验, 海贼旗的设计, 请交给我, 画好之后, 我再拿来给您看看。 不错, 听好戴维琼斯说, 就这样吧, 你们先去做自己的事情。 船员们硬了, 缓缓退出船长房间。 巴基是最早交任务的, 写满了一叠纸, 密密麻麻地, 放到了戴维琼斯的书桌上。 戴维琼斯很难不猜到, 巴基很可能一直都知道这些, 情报根本不是调查来的。 不过, 戴维琼斯不在意巴基是怎么获得霸气的知识, 他只需要结果。 在翻看了这一叠由巴基撰写的资料后, 戴维琼斯暗暗感叹起来。 没想到霸气竟然有这么多门道, 如果没有几年时间, 这些都是掌握不了的。 可是没有霸气, 巴尔利塔还没交任务, 当恐怖幽灵号停泊在浓浓海屋的遮拢之中时, 他坐着一艘巴基坐好的小船, 去了不远处的陆地小镇上, 调查相关情报以及购买补给品。 戴维琼斯不怕他跑, 反正之前给过他机会, 他决定留下来, 如果这次反而跑了, 他就会践行诺言, 追杀他到天涯海角。 他在原来的世界, 做这种事已经太多次, 熟门熟路。 堵堵堵, 这时, 门口传来敲门声, 戴维琼斯从巴基礁上来的资料中苏醒, 抬起头来, 就看到克洛站在敞开的门口, 于是点了点头, 让他进来。 克洛是来教他设计的海贼团旗帜的, 这已经是第三版了。 船长, 明过目, 戴维琼斯接过来, 看了看, 这次画的是黑底白骷髅作为基底, 然后左卸前, 右触手, 中间一柄手枪的图案, 全都是戴维琼斯的特征, 让人一目了然。 嗯。 第一版最好看, 第一版只有黑底, 没有白骷髅, 取而代之的是一颗巨大的深海巨兽般的头颅, 他的粗大触手几乎覆盖了旗帜的下半部分, 一双灰蓝色双眼阴森无比。 幸好克洛保存了第一版, 这时候直接拿出来给戴维琼斯再看一遍。 就他把戴维琼斯终于敲定图案, 克洛, 你和巴基互相配合一下, 抓紧把旗帜制作出来。 是, 船长, 克洛平静地退出房间, 戴维琼斯继续看起那一叠巴基整理的资料。 过了一阵, 他感觉到有小船在靠近恐怖幽灵号, 然后有一个人爬上了船。 既然巴基与克洛都没有出生预警, 那应该就是亚尔利塔回来了。 果然, 很快, 房间外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 不一会儿, 那苗条的身影就出现在门口。 船长, 我回来了亚尔利塔鞠躬道。 戴维琼斯挥了挥手, 进来吧。 亚尔利塔走了进来, 先是将狼牙棒放到一边, 然后取出一本笔记本, 上面写满了他整理的情报, 以及一张可可亚西村的简略草图。 只是, 无论是文字, 亦或者草图, 都略显丑陋。 还是经过亚尔利塔的解释, 戴维琼斯才看得明白他写了什么, 画了什么。 为此, 亚尔利塔略显尴尬, 决定今后要练一练字。 戴维琼斯看了可可亚西村的地形图。 他位于海岸边, 右边是后沙镇, 左边是阿龙公园, 而阿龙公园, 就是阿龙海贼团的大本营。 周边二十多个村镇, 基本都在阿龙海贼团的控制之下。 他以收取保护费为由, 成了这一片的实际主人, 如果有人不愿意缴纳费用, 往往会遭到相当残酷的惩罚。 村民们不是没有反抗, 但是反抗者都被阿龙海贼团直接屠村, 将村镇烧为白地。 普通人类与愚人之间的实力差距, 实在太大, 战斗从来都是一边倒的屠杀。 负责这一海域的是海军支部上校老鼠。 他疑似与阿龙海贼团勾结, 否则, 怎么会对这二十多个村镇的情况不闻不问? 这些事情肯定是瞒不住的, 二十多个村镇, 影响面太广了。 只要在附近居住的人, 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 只是没有人敢去举报。 他们都知道那些举报者最终的下场。 如果只是举报者自身出事, 那就算了。 更重要的是, 那会牵连一整个村镇的人。 要是举报能够成功, 海军能派遣士兵过来围剿, 说不定也没太大问题。 只是, 一方面阿龙海贼团各个都是愚人, 战力太强, 人少了, 来了也没用。 另一方面, 举报信一直卡在海军支部这一块。 说实话, 戴维琼斯, 位于可可亚西村以及附近村镇发生的事情, 并不是很感兴趣。 他与阿龙的做法也有所差异, 戴维琼斯更重视契约或交易, 只要能达成契约或交易, 他就不会轻易下杀手, 更不会波及无辜。 阿龙, 基本就是把村民们当成可以下弹的鸡鸭鹅, 哪一天有一只不下弹了, 就整个笼子的鸡鸭鹅一起涂了。 换句话说, 戴维琼斯更注重利益, 而阿龙更注重杀戮与绝对权威带来的快感。 戴维琼斯将资料翻到下一页, 之后是阿龙海贼团的人员情况, 首领当然是阿龙, 但不与普通船员都是愚人。 可惜都没有照片, 亚尔利塔对此也无能为力。 其实阿龙海贼团应当, 还有一位人类船员, 那就是之前出现的难媒。 不过这件事较为隐秘, 基本只有阿龙海贼团与可可亚西村的人知道, 亚尔利塔没有打听到这些。 接下去的船员信息,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直到戴维琼斯翻到了最后一页。 那里赫然是一张海上猛兽的探笔画, 画得比较潦草, 但是能看出牛角、牛头等特征。 这是什么? 戴维琼斯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但还是问道。 亚尔利塔凑过来看了一眼, 回答道, 船长, 这是海兽。 据说, 这是阿龙海贼团饲养的来自伟大航路的猛兽, 名字叫海牛猫猫。 海兽。 戴维琼斯疑惑地问道, 他与海王类有什么区别? 亚尔利塔解释道, 海王类的体型要更为庞大, 智慧更高, 寿命更长, 一般生活在无风带极深海, 并且很难被驯服, 而海兽则叫容易驯服。 戴维琼斯听了, 或有些失望, 他本以为即将看到第一头海王类。 不过, 他转念一想, 海兽都有这样的体型了, 那么海王类该有多么庞大? 一座岛屿那么大? 这不是比他的北海巨妖还要巨大? 如果能抢过来, 将他驯服成为第二位北海巨妖。 虽然不是海王类, 有些可惜, 但是海兽也勉强可以接受。 戴维琼斯默默地点着头, 然后问道, 我们距离可可亚西村, 还有多远? 现在开始算, 大约半天时间就能抵达。 亚尔利塔如实回答, 这是以恐怖幽灵号的航速来算的, 他现在的速度基本可以与海军军舰媲美了。 恐怖幽灵号原本只需要再航行一个多星期, 就能到达红土大陆的颠倒山。 但戴维琼斯为了看一看这群渔人岛的原住民, 特意绕了路, 耽搁了时间。 你买回来各种补给了吗? 亚尔利塔笑着回答, 买回来了, 都在小船上, 巴基与克洛正在搬运上来。 告诉他们快点, 一刻钟之后开船, 我们在这里逗留得足够久了。 是, 船长, 我这就去。 片刻后, 恐怖幽灵号果然重新启程。 在航行了半天不到的时间后, 众人能在船头看到一条海岸线。 如果方向没错, 这里应该事后杀阵。 亚尔利塔指着海图上一个小点, 在前面一线, 就是可可亚西村, 然后是阿龙乐园。 恐怖幽灵号卷起一阵朦胧海雾, 驶过后杀阵, 很快停靠在了可可亚西村的简陋港口。 按照惯例, 由巴基守船, 戴维琼斯领着亚尔利塔, 克洛下船, 走在了可可亚西村的乡间小路上。 但是, 他们刚走不久, 恐怖幽灵号就被巡逻而来的渔人们盯上了。 戴维琼斯, 亚尔利塔, 克洛三人依次走入可可亚西村的宁宁小路上, 发觉这里相当僻静, 宁房之间的街道上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不过, 以他们的敏锐, 三人很快都察觉到有人透过窗户窥视着, 还有人藏在屋门后面。 看来, 村民都在躲着他们, 正当他们以为一路过去都见不到一个人时, 却看到前方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 男人年纪较大, 嘴唇上留着胡子, 穿着褐色住景服装, 头上戴着帽子, 帽子上方奇怪地插着一根玩具风车, 身上全是缝线, 脸色阴沉地望着他们三人。 女人年轻许多, 留着蓝色短发, 头上扎着红色丝巾, 嘴唇上涂了一层唇膏, 身上有纹身, 表情看起来相当不安。 这两人, 一个是可可亚西村的住景阿剑, 另一个则是村民莫奇高。 我们的保护费, 不是已经按时上脚了吗? 你们还来做什么? 阿剑虽然有些奇怪, 为什么会有两个人类站在鱼人的身后, 但是没有多想, 反而有些生气地问道。 如果是第一次见到戴维琼斯的人, 免不了被他的长相吓到。 可是, 阿剑与纳其高住在阿龙海贼团的大本营附近, 鱼人都看到吐了, 对戴维琼斯的模样也免疫了。 保护费。 戴维琼斯明白过来, 这个中年男人, 是把自己当成是阿龙海贼团的一员了。 等等, 阿剑身后的纳其高提醒说, 他们好像不是阿龙海贼团的人, 我从未见过他们。 我也没见过他们阿剑皱了皱眉头, 紧张地扶了扶帽子, 可是他是鱼人, 这不会错, 鱼人肯定是阿龙的同胞, 他们都是一伙的。 话是这么说。 诺其高有些迟疑, 可是一时间也想不到用什么话来反驳。 毕竟, 自从八年前阿龙海贼团来到可可亚西村, 一切都变了。 他们一直孜孜不倦地宣传, 鱼人才是高等种族, 人类只是低劣种族, 高种族天生可以统治低种族。 同时, 阿龙也宣传, 每一位鱼人之间都是兄弟, 伤害或杀死其中一位, 其余兄弟都要为他复仇。 因此, 阿剑与诺其高很难不怀疑眼前的鱼人, 与阿龙等人也是所谓的兄弟关系。 戴维琼斯却没有理会他们的胡思乱想, 直接问道, 阿龙公园在哪个方向, 从哪里走势捷径? 阿剑与诺其高心中毅力, 对视一眼, 都明白对方也想到了, 果然, 他们是一伙的。 科格亚西村消息闭塞, 不仅这里的举报信很难送出去, 而且外面的报纸也很难送进来, 就算送进来了, 也不知道是几个月前的了。 因此, 阿剑与诺其高没能认出眼前的三人, 都是东海有赫赫凶名的海贼。 阿剑摇了摇头, 然后侧过身, 指着眼前这条大路的尽头。 你们如果要去阿龙公园, 就沿着这里一直往前走, 走出可可亚西村, 再走一段路, 就会看到阿龙公园。 戴维琼斯点了点头, 然后与亚尔利塔, 科洛走过阿剑与诺其高身边, 朝着阿龙公园的方向走去。 阿剑与诺其高自然不敢拦着。 这时, 从拐角里忽然窜出来一个小男孩。 他手里拿着一柄不知道从哪找来的长刀, 红着眼圈, 朝着戴维琼斯冲了过来。 你们杀了我的爸爸。 小男孩双眼中满是仇恨, 血丝密布, 可是拿着长刀的姿势一看就知道是新手, 毫无章法, 我要复仇。 亚尔利塔默默拎起手中的狼牙棒, 而科洛也伸手探进手踢包中, 抓住自己的锋利猫爪。 下一刻, 他还抢走了小男孩手里的长刀, 丢到一边去。 小男孩挣扎着要推开他, 却被他抽了一耳光, 顿时蒙住了。 同时, 阿剑快步走到诺其高与小男孩面前, 实际上是拦在戴维琼斯身前。 对不起。 阿剑没有任何犹豫, 就直接跪在了戴维琼斯他们面前。 他只是小孩, 是我没有管住他, 请你们给他一个机会。 诺其高见到阿剑为了小男孩与他的安危, 不惜下跪求饶, 心中不忍。 立刻孤住了小男孩, 不让他胡说八道, 又在他耳边轻语道。 扎宝, 我理解你的痛苦, 我的母亲也是死在他们手里。 但是, 我请求你继续忍耐, 只要活下去, 一定会有希望的。 请你忍耐, 被称为查宝的小男孩终于不动了, 手臂捂着脸, 抽咽起来, 泪珠滑落脸颊。 莫其高安慰着他, 轻轻拍戴着他的后背。 戴维琼斯只是看了他们一眼, 并没有追究。 他没有小肚鸡肠, 到被人误解了就要大开杀戒的地步, 更没有什么身为愚人的尊严。 不, 应当说, 他本来就不是愚人, 只是别人擅自这么认为而已。 戴维琼斯静止朝着前面走去, 没有理会跪在地上的阿剑, 与抱在一起的诺其高、 扎宝。 亚尔利他与克罗面面相去, 没能猜到船长到底在想些什么, 只好都收起武器, 默默地跟了上去。 等他们走远了, 阿剑站了起来, 诧异地望着他们的背影。 就这样。 诺其高也满脸疑惑, 他们就这样放过我们了。 我本以为我要被砍掉一条手臂的。 阿剑心有余悸, 看来, 他们与阿龙海贼团不是一路人, 就是不知道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再看到戴维琼斯那位愚人离开了, 可可亚西村的民房都推开了大门, 村民们探出头来。 阿剑, 诺其高, 扎宝, 你们没事吧? 没事没事, 你们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去吧? 阿剑摆着手, 回答道, 现在是纳美的关键时刻, 我们可不能给他拖后腿。 众人都点了点头, 如果不是为了纳美与阿龙的那个一亿贝利, 熟埋可可亚西村及村民的约定, 他们早就誓死反抗到底了。 诺其高与纳美都是孤儿, 彼此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却情同姐妹。 他们有一位共同的养母, 只是养母在八年前就被阿龙等人杀死。 纳美咽下了这份仇恨, 为了众人的安危而默默努力着, 甚至被称为魔女, 小贼猫也从不辩解。 诺其高, 阿健等人都先后知道了真相, 因此都为了纳美的约定而忍气吞声, 不希望她的努力白费。 最后, 阿健郑重其事地蹲下来, 帽子上的风车在风中转动起来。 扎宝, 我知道后杀朕被灭, 你的父亲被杀, 你很愤怒。 可是, 我记得, 你的妈妈还活着, 对吧? 如果你出事了, 你的妈妈该怎么办? 还在哭泣的扎宝, 终于忍不住了, 抱住阿健, 委屈得嚎啕大哭起来。 是啊, 该怎么办? 与此同时, 戴维琼斯等人已经走出了可可亚西村。 他们走了一段路后, 果然看到了一栋高大的建筑, 有好几层楼, 上面明目张胆地悬挂着海贼旗。 阿龙海贼团的海贼旗, 同样是黑底, 但是骷髅换成了锯齿纱, 很有阿龙海贼团的特色。 看来, 这里就是阿龙乐园了。 这时, 从远处传来了沉闷的炮轰声, 亚尔利塔与克洛都转头看去。 那个方向, 好像是恐怖幽灵号停泊的港口。 难道巴基出事了?